字幕提供 好 接下來 12點27分我們才要進重頭戲 哥吉拉大戰金剛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等這個啊 我看一下喔 哥吉拉大戰金剛 我有看到那個對群那邊的網友 終於 終於 我自己一個人發揮講那麼久然後終於 不要這樣子吧我剛剛才看完原諸原諸原諸原味的東里建遊記 興奮之行易於言表總是想要聊一下而且本節目有比利國際多媒體贊助 有嗎沒有好不好 哥吉拉大戰金剛 兩位神級巨獸展開史詩般的殊死一戰 當傳奇正面對決時世界的命運圍在旦夕 哇靠還可以講這個啊 金剛與他的保護者踏上危險的旅程 尋找他真正的家園 同行的還有吉亞 這名年輕的小姑女 與金剛間有著獨特且強大的聯繫 但他們意外與憤怒的哥吉拉狹路相逢 沒有在路上相逢你們是俠海相逢 並在全球引發一片腥風邪雨 我那還真會寫啊 自己由無形力量所計畫的兩個巨獸間的史詩對決 史詩衝突 僅是深藏地心之謎的冰山一角 哎呦還不錯呢 還寫的還不錯 丁山一角 還深藏地心 還一片腥風邪雨 不知道是不是中文系的人寫 OK 好那個 大家等待已久了 哥吉拉隊金剛 那 現場我看大俠有看嗎 陳佑有看嗎 馬可多有看 哎呦 對 好吧 誰要先講 沒有人要先講 我要大俠要先講 那個沒有 你們沒有人要確定我要自己 我要丟球給你們 這樣子 好啦大俠先好了 大俠先 OK 我 我先講 你先講 我關麥充電 對 這一部 哥吉拉大戰金剛 他上一部是那個 怪獸之王 對 老實講怪獸之王那一部 那個 我看的時候 我那個看到想睡覺 對 就是看到想 他無論怎麼打 無論怎麼打 我就是很想睡覺 對 而且我最後 我整部片 你現在問我說 怪獸之王 裡面在講些什麼 我已經全部都忘記 我唯一記得是 最後拉頓 跪下來那一個 因為跪下來那個是 背叛品處 那出來當梗講了好幾次 然後我才記得 對對對 對啊 我就想說 哇 那個怪獸之王 哥吉拉怪獸之王 那個居然可以讓我 那個 在電影裡面想睡覺 然後現在又忘記 那代表說 他那個 彎彎彎彎沒有打到我 我現在講是怪獸之王 他不是在 所以說要我講過 怪獸之王缺點 我 我連缺點都 都想不起來 我記得那時候 我們兩個 怪獸之王缺點都想不起來 我們兩個應該是我 這個台上唯一 覺得當時怪獸之王 我們兩個覺得說 人類的文系拍的不好 我覺得 關鍵點應該是 文系實在是太差了 沒有說我沒有覺得 那個怪獸之王的文系很好 我知道 我只是不在乎 你繼續 更重要是那個 怪獸之王如果我記得沒錯 因為我看電影 會特別注重某些 很厲害的場面 即使他文系在不記 我是可以 覺得說這個場面 這個導演經營的還不錯 我會覺得說像 我會想要記得 這場面 就像上禮拜那個 達克史耐德的 《真意聯盟》 無論如何我就一定 記得說 它時光倒流那一段 設計得非常好 我那個又忍不住重看了好幾次 這種事情 會在我那個心裡面有印象 然後那個還有最早 那個 第一部哥吉拉 那個 第一部好歷屋版的哥吉拉 那一部 那一部 它那個 在金門大橋上面場面 我也覺得說到很不錯 那個整個是從人類觀點 然後看整個哥吉拉 神不見宗 鬼不見影的 這樣子冒在 金門大橋上 然後再出現在城市裡面 然後軍隊這樣子 彷彿用自己的眼界 然後射 那個信號彈上去 然後我們就 隱隱約約看到 哥吉拉的一部分 這幾部 裡面 我都覺得說非常好的 但是就是 第一部哥吉拉 然後還有那個 骷髏島 金剛骷髏島 金剛骷髏島它直接 那個 在那個 在講樂章還有那個 現代啟示錄 他故意拿這一段 來做模仿 來做學習的那種 那種 概念 我也覺得說 這部分很有趣 然後接下來就是 怪獸之王 怪獸之王就是完完全全沒有讓我 有任何可以記住的東西 然後接下來就是這一部 哥吉拉大戰金剛 因為上一部 上一部給我的那個印象實在是太差了 所以我現在 讓我這一部 我進去看 結果發現 我看完之後我覺得還可以 還不錯 還可以 第一個是最主要是 他有抓回幾個 他很核心的東西 一樣的 第一個是 他因為其實 就其實很多人都講 歐洲片 就是 就是打架 但打架的話 代表說 導演他其實 他有盡力的 去經營幾個 真的很厲害的 打架場面 像我 最喜歡打架場面 就是他們在海上打那一幕 整個 那個 金剛然後從 哥吉拉從海上接接金剛的戰船 然後金剛他們兩個 在海上航空母艦打 然後水在那邊翻來翻去 他整個導演用的整個視角其實是非常活潑的 他不會說用很示範的拍法 拍那個 這整個場面 然後 有一幕是那個 金剛被 我不知道 我忘記他是被什麼纏住 然後他被 被卡在船上 然後他跟著船這樣子 滾了一圈 又滾了一圈 又滾了一圈 那個那個場面 我覺得那個設計的很不錯 那一段是被 就是人類沒有把它解開來 所以他被綁在船上 然後還翻船 然後接下來是那個 他那幾個 他那幾個那個動作場面有讓我留在心裡面留下印象 像那個 你現在 問我說 那個我的怪獸之王剩下哪些東西 我只記得 拉頓蹲起來 還有那個哥吉他在海上往天空吐東西的那一幕 對我對怪獸之王的印象剩下這兩個 然後 接下來那個 在香港 那個部分打的其實也不錯 這兩部 這兩個場面 讓我覺得說 這部片那個 至少他有做到 他 讓我那個整個神經緊張然後覺得很刺激的那個點 畢竟我也承認 那個我其實 也不會說太在意說 一部娛樂片 他的 那個 文系到底要到什麼地步 我只要求說 這東西 不要太笨 就好 嗯 對 但那個 然後接下來是 導演 他那個其實 我覺得這部片有讓我 留下印象的另外一個地方是導演他學習的 那個影像 他的目標應該是 骷髏島那一集 怎麼說 他學習的目標 骷髏島那一集就是 他在視覺上 那個像那個 樂戰的那些影像學習 然後像現代歧視路做學習 然後他玩這種 電影的遊戲 玩的其實還蠻有趣的 像我 最喜歡的就是 剛才講到那個 戈吉拉跟 金剛 然後在海上對決那一幕 然後在海上對決那一幕 他那個最後一幕就是 所有那個美軍的 舰艇 全部沉在海上 然後冒出一大堆煙 那一幕 那一幕就讓我想到是那個 完全就是那個 日本偷襲珍珠港的那些歷史照片 完全是 至少是八九成像 你可以去搬那個 日本偷襲珍珠港的那種 歷史照片 然後 一樣也是一大堆大型船艦 然後沉在那個海裡面 然後冒出一大堆黑夜 然後導演給了這個 視覺成像 然後他就在故意 那個 他就在故意的在在玩這個 珍珠港的視覺 然後你就想 這很有趣啊 因為戈吉拉他是一隻 日本的怪物 對 日本的怪物 然後他去攻擊 美國的潛艇 然後這個事情就很有趣啊 對 戈吉拉把那個 美軍的潛艇弄成 然後導演就龜拔設計成像珍珠港一樣的那種視覺感覺 這種視覺的趣味就很多 對 對 這實際上我覺得說 這導演 他還是 還是有在思考一些東西 他還是有在盡力的 把作片 對 應該要玩的 有一些 文理上 脈絡上的趣味 他有把它玩起來 而不是只有很厲害的打架場面而已 然後還有那個 他那個 這部片有個小蘿莉嘛 小蘿莉他在那個 北極的時候 他在北極不是要 他在南極啦 他在南極要跟金剛講話 然後 沒有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設計了一個 那個防寒衣 然後他那個 帽子的外套 那個連帽外套 他那個連帽外套的部分是紅色的 對 對 然後我不知道為什麼他要這麼設計 然後後來是那個小女孩 他把那個連帽外套套上去 然後跟他跟金剛講講話 然後他突然一轉頭 然後我就發現說 他那個畫面很像那個 國家地理雜誌 那個 最經典的一張照片 那個 國家地理雜誌是有一張最經典的那種照片 那個 一個攝影師採訪 拍攝了一張那個 少女的眼睛 對 他那個眼神 對 阿富汗少女 對 他那個 對他那個少女是那個 在那個難民裡面很辛苦 然後那個整個租人好像沒剩多少 導演用這種 影像上的暗語 暗語說 這個女生的那個身世 我覺得這個導演 在這方面其實都有用心 然後再接下來是那個 另外一個 比較讓我還覺得還蠻嚴重的 就是這部片他有 雖然說大家就說 這部片 不需要太在意什麼文系 但是片子還是有 盡量把 金剛跟小女孩的感情 做出來 對 對 其實那個金剛的 我們就從整個文化脈絡裡面看下來的話 其實 金剛的人色 他就是一直跟年輕的女性發生關係 他就是 美女野獸 一直以來都是美女野獸 他一直都是 對沒錯 他都一直都是一個美女野獸的關係 這個是已經 磕在金剛 他整個文化脈絡裡面已經很久很久了 金剛一個非常強大的怪物 但是他會為了 他所 珍視的那個女生 然後他去 他要去保衛 他想要保衛的東西 然後不惜 大鬧人間 這是 金剛他一個故事一個很重要 很重要的脈絡 然後我很高興 他要把這個東西 那個 放在這裡面 嗯 對 而且 我覺得放的剛好 不會說太搶戲 也不會說像怪獸之王那樣子 那個 有一大堆奇怪的聲音已經讓我忘掉了 他就是剛好 他知道說 對 身為一部那個 摔角電影 對 他 他就是 該放 然後不會放太多 然後又會讓你說 對這個 角色產生同理心 會對他下一步的行動 產生感情 然後他們開始打起來的時候 你就不會說 怎麼就這樣子突然打起來了 讓我曉得 讓我想要最漂亮 他這一方面的 是有 是有做到的 對 但同時 也反襯到說 哥吉拉就 就變成一個很可惜的角色 對 就是 最後片裡面 我甚至不記得 這部片裡面 哥吉拉其實沒有什麼背景故事 他就是 一開始 我們的女主角就說 他們一定要打架 然後哥吉拉 他的確上來打架了 對 然後就打一打 然後 打得很帥 打得很爽 然後他就回去了 像你說 清真的 對 不是清真的 對 我很喜歡他回去的畫面 回去 你看 他回去的畫面 他回去的畫面 所以我很喜歡這個 我覺得那個畫面超ㄎㄎㄚ的 你知道嗎 怎麼回去 好啦那個不太要講 但是我覺得 他們 他們並不是做不到的 是說 第一個是 他們那個 最近這部片 他們已經 打斷好了 主戲就在 就放在金剛 其他份時間 我們就是看到 說他那個 公司的人 他們就是隨著金剛 一直跟著金剛 看到金剛 嚇到地底 然後看到自己 自己的 那些以前的東西 然後還拿起了一把骨頭 這個他整個的劇情論述是完整的 但是哥吉拉的那個部分 就是 就是我說的那種 有些很奇怪的邏輯就跑出來 比如說哥吉拉部分 那個小女主角跟那個黑人 對他們在 發現嘛 這部片根本就是兩個完全沒有接頭的 兩個人類線 在互相演互相的 這就是我說為什麼是WWE的關係啊 就兩個角色兩隻那個選手旁邊都有他們自己的那個什麼 經理人 然後經理人都都前面有一段故事 然後他們會拿出信物來嗎 那個 就是上一次怪獸之王裡面他的經理人啊 他已經特地來救他 所以他是站在哥吉拉那邊的 阿這一邊這一個男小女生就是站在金剛這邊 然後兩個總是要打一場 他們就在旁邊畫修 然後地拐杖那種人啊 然後繼續 對 這兩條人類線嘛 在金剛那邊人類線還不錯 但哥吉拉那邊人類線其實是稍微那個 印來了一點的 大概就是 有一點沒有邏輯啦 有點像 我記得沒錯的話 他們是不是 他們前兩集都有一個什麼 都有一個什麼公司啊 那好像才是真正的壞人 嗯 我有點忘記了 上一集是君主主集 君主 再一集是IPEX 對對對 頂級 沒有這一次的 這一次君主非常隱駁啊 這一次君主就是爸爸一直打電話 你們在哪裡啊這樣子而已啊 對啊 沒有 而且在怪獸之王裡面還是有一個什麼 搞環保的恐怖奮集 對啊 對啊 就是他那個哥吉拉的那一條線 先先 我先不談哥吉拉本事啊 因為哥吉拉那個 他至少他有把他的那個打戲給做好 主要是人類線這個 有點ㄎㄧㄤ啦 有點ㄎㄧㄤ 就真的喔 一個很誇躁的黑人 然後帶著一個高中女生 嗯 就莫名其妙 來到了工廠 這個我等一下會解釋 高中女生都不會看 這個我會 我從裡面有看到一些東西 到我通常之後 對 到我高 到我市場之後就 就突然被傳送到香港去 然後就跟大家 親眼看著大家一起打 然後就結束了 這個 這個這部分人系是蠻 我覺得是蠻隨便的 就是他沒有到達 金剛那部分的那種程度 嗯 是沒有到達的 對 因為這部片 畢竟片名叫做哥吉拉 大戰金剛 對 大戰金剛 對 對 我要想說 最後看到這樣子 這部片其實 明顯的 他在他的內容呈現上 其實是 主要是 偏向金剛的 對這部片是金剛的主場 對 雖然哥吉拉還是出來 還是很酷 讓他們打得 好好的打了一架 對 但這部片從那個 內裡裡面 很明顯是金剛的主場 對 就像剛剛 有沒有提到說 或許是因為說 這部片 真的 我不知道說 他們拍攝的時候 的規劃是什麼 對 但 我 我願意相信說 他們應該 其實一開始的設計 應該是兩邊的 我重要性都是均等的 只不過不知道什麼 為什麼 不知道為什麼 對 最後變成了金剛的戲分 比較多 Joker Joker好像有說 那個什麼 本來張子儀的戲還是有的 對 然後好像都不見 對 據說 據說 就是本來 本來感覺起來 這兩部片是背靠背的 你知道 就是他們一起拍的 所以有很多劇集 一口氣一起把它 現剪 把它一起演 一起拍掉 那 可是 可能因為一些原因 所以這些東西 就被剪成現在這個樣子 對 對 對啊 但 但我不知道說 他那個剪掉的部分 到底這麼重要 這麼不分歸 如果就我以 看一個純爽片的眼光 其實這部片 他目前剪下來的方式 剪成這樣內容 其實當然是OK的 網民就順順的 把一部很精采的特效動作片 哇 一大堆燈光效果 啪啪啪啪的 然後整個風 然後他整個 場景製作也很好 然後看完之後 是滿爽的 只是看完之後 開始仔細的想起來 哥吉拉的戲份 好像有點少 有點鏘 對 這時候看完之後 開始思考 才會開始考慮到這些問題 對 對 然後多少少就會想說 哇 他們最後 片商 終究還是 比較 比較重視金剛 對 至少在他們 對 畢竟無論如何 大家想 哥吉拉畢竟是 從東寶 授權過來的 一隻怪獸 對 怪獸 原來是借匠選手 他是外派 對 但他不能輸 對 如果他只是一個 外聘來的選手 對 這個外聘來的選手 他可以 讓電魂去賺錢 我懂了 這就是葉問的邏輯 這就是葉問的邏輯 你看 你那個都在講葉問的故事 那個外國大力士 基本上沒故事 懂嗎 對啊 哥吉拉就是外國大力士 對啊 他那種 他就只是想要 請一個 很厲害 很有名的外國選手 來這邊 跟大家打一架 希望這個外國選手 可以讓 這部片 票房再高一點 讓大家 受阻 再多一點 他並沒有想要經營 哥吉拉 他的那個劇情線 我覺得這一點是 非常非常可惜的 但我可惜的 並不是 沒有經營這件事情 我可惜的是他 均勻不均這件事情 對 這一點我大概補充好了 就內容裡面 因為我待會 我待會把你補充掉 對 至少就我的感覺 這部片很明顯是 是比較照顧金剛的 而不是比較照顧哥吉拉 這是我對這部片的 一個看法 這樣 對 OK 好 這是大俠的 然後來 陳佑先 陳佑先 對 我一定講比較久 對 你一定會講比較久 對 我比你老是老怪獸 那個 我是帶著我的 就是 又是女生朋友嗎 不是 不是 男生 那家是男生朋友嗎 男生朋友 對 男生朋友 轉頭髮嗎 對啊 男生當然是轉頭髮 廢話 那 大俠咧 什麼東西 大俠長頭髮 大俠你是帶女生去嗎 沒有 大俠長頭髮 不要轉一話題 我照你喜歡短板的女生 你是預設 我喜歡短頭髮的女生 就一定會喜歡長頭髮的男生 道北 什麼鬼啊 挖一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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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也是12點多的不開 不開車的骨頭 你知道嗎 可是我必須說我真的比較喜歡那個氣質陰柔的男生 我最喜歡的好萊塢男演員是傑西艾森伯格 哦 是哦 那大俠你的屁股要 你的菊花繃緊一點 對 你覺得我怎麼樣 你靠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是我的菜 哈哈哈哈 你們都應該去看霹靂布袋機 他們基本上女生角色很少 所以 那個感情 感情線基本上是男生跟男生 對啊 為什麼米田跟我喜歡那個 為什麼米田又喜歡布袋機 布袋機超級浮的好不好 那個東黎劍遊記裡面最好看的就是靈血壓跟 跟 那個傷不患之間的那種 又愛又恨的感情啊 等一下你看證據 證據輔的超多的 對啊 證據輔的超多 他們還會手牽手 喔證據超多 對啊 還為了你死不行 我為了你 我要 超多的 然後這時候還會下歌 還會在旁邊 生離死別又怎樣 你會有什麼東西 然後小時候靠北 你們要知道你是怎樣 看看我們的壽環金跟YESP 有沒有 好 那個陳友趕快把他講 開車結束繼續 對 總之我是帶著我的那個 中文所的同學一起去看 對 然後看完之後 我們兩個出來就 就幹得要死 這樣子 為什麼 因為 幹得要死 喔你們兩個果然 哎呀 喂唷 幹得要死 原來 原來 看你是幌子 原來 不是 就是我們兩個都沒有很喜歡 對啊 兩個都沒有很喜歡 兩個中文細的去看 對啊 因為你們喜歡的是彼此啊 什麼東西 哈哈哈 歪掉了 歪掉了 最後之一 不在怪獸 對 然後然後 總之我再突然想起說 像上次那個 怪獸之王的時候 我不是跑得很兇嗎 說到底 看怪獸電影 要不要 注重 人的文系 這樣子 對 或是說到底 好的怪獸片 需不需要劇情 不好意思說 不需要劇情就可以 對 我就覺得說 其實 當然就是我不喜歡的觀點 只是說我覺得 其實 爽片啊 或是說 像這種怪獸打蛋電影 不需要有劇情 這句話基本上只對一半 對 因為 我們當然不想要在怪獸電影裡面看到什麼 什麼人很深刻的什麼人物的刻畫呀 或是說很深層的人文思念嘛 對不對 但是你看 作為一個娛樂觀眾的爽片 你要讓大家爽嘛 對不對 那爽這件事情 就是 並不是只有把昂貴的特效啊 浩大場面啊 跟正兒欲龍的音效全部都這樣放上來 然後呢 我播它兩個小時 這樣就熟嘛 對不對 並不是這樣的嘛 就是說你要 能夠震撼觀眾 你要 甚至你要 當某些場面 可以給觀眾驚喜的時候 這是由一個情緒跟氣氛 需要去鋪陳 對不對 你需要去很精準的去營造這些東西 那我覺得 哥吉拉大山金剛 完全沒有鋪陳這件事情 就是 我們都想說 欸你既然是兩個神獸 那至少兩個神獸出場的時候 要有一點好像很厲害的感覺啊 那你至少前面要 要有一個什麼鋪陳啊 或者說我先營造一下氣氛嗎 這個 欸沒有 電影一開始 就直接看到了那個 行鋼非常輕 這樣子 然後看到日常的這樣起床 對不對 然後呢接下來呢 說欸 是不是 那個我在想啊 他們可能想說 觀眾一定 不想要看太多劇情 他們一定想要看他們直接開打 對 然後結果就直接有人跳出來說 啊 他如果離開這個 那個 骷髏島 哥吉拉就會倒過來喔 他們兩個是世仇 他們兩個一定會開打的喔 對 欸 這個完全 不解釋任何東西嗎 你覺得這樣一句話說 他們是世仇 就解釋清楚了嗎 那個片頭劇還 給你看一個 就是有點類似 格鬥動畫的那種 在場表 哇他KO了這些這些 然後另外一邊也KO了這些怪物 只有兩個一定會碰在一起 這樣 這樣解釋過去了 對 沒有任何 就是 沒有任何 劇情的鋪陳 還不是人類的文系喔 這些東西都完全沒有鋪陳 對啊 好 然後呢 就是像剛剛講的 例如說 怪獸打架 真的打起來 也沒有任何 也沒有任何醞釀欸 就是直接就看到 哥吉拉 然後他就直接出場 那兩個就打起來了 對啊 各位可以想像一下 例如說在 一四 一四版的 哥吉拉 他每一場怪獸出現的時候 前面都還有很 很長的一個就是 從人類的視角去觀看說 怪獸怎麼出場 然後他對這個城市造成什麼樣的破壞 然後你最後呢 好不容易才 見到了 怪獸 然後呢 怪獸那個什麼 哥吉拉跟木頭打起來 已經是電影快要結束的時候的事情了 可是前面他至少鋪陳了很多 人類 對於大怪獸很恐懼 然後呢 文明怎麼被怪獸毀滅這件事情 所以我個人是很喜歡 一四版的哥吉拉的 我覺得雖然 哥吉拉都總是在雲裡雲裡的嘛 但是 說至少他有把這個東西 情緒鋪陳出來 對我們 我們要真的感受到 怪獸有多可怕 所以當哥吉拉出來 拯救我們 幫我們打退怪獸的時候 我們才會有熱血的感覺啊 要不然這兩個傢伙 什麼都沒說 就直接開幹了 這樣 你就覺得說 好喔 那你就只是想要展示特效給我們看嗎 你基本上沒有想要讓我們有任何情緒起伏 對不對 你看 A片有看那種 直接在空白的場景 兩個人都幹起來了嗎 沒有 有 還是有的 可是這樣不好看嗎 沒有很好看 很好看 很好看 沒有 你知道我特別喜歡看有一種類型 叫做五秒鐘就開一看 你知道嗎 真的嗎 然後 他們常常在 但是也是有鋪陳啊 就是那個女生可能都不知道 接受訪問 也是有鋪陳啊 對然後後面突然間 就有一個男生奪體出來 然後又把他壓倒這樣 對 對 你看那個A片裡面 他選的場景 然後這個女生穿的什麼 什麼衣服 然後他被男生侵犯的時候 是什麼表情 這其實都是 有設計過的 我在這個狀況下 我要用什麼樣的方式去發生這件事情 大家才有感覺嗎 對不對 你總不可能在 一片空白裡面 那就看兩個裸體的人 就直接在那邊抽插吧 那好看嗎 至少對我來說那不好看 其實不好意思 我是自己 我是經常快轉到那邊 對不對 你就算要抽插 我要看著他們兩個 穿著什麼制服 在什麼場景裡面抽插 你可能想像那個情境 對不對 他們在香港啊 那不就是場景嗎 可是我說的是 前面一個鋪陳 就是說 這部片一直給我感覺 就是說 他們沒有要任何情緒的醞釀 就直接想要到達高潮 對不對 所以呢 你也不讓我們看看說 哇兩個人 就是 還 那個什麼 在海上面那段其實有一點點 我們還看到那個 哥斯拉遠遠的游過來 然後 還拖了一個 船的 那個 一半船對不對 然後還沉下去 應該還找了一下 然後突然才出現 對 這還有那麼一點點喔 其他就直接沒有 像哥吉拉公敵 在前面公敵人類的工廠那一段 沒有直接來這樣 直接很清楚的看到哥吉拉 然後直接是火光爆炸了 對不對 然後後來香港那段其實也是有點 類似這樣 兩個人 看到 然後就真的五秒鐘開幹 這樣二話不說就刷就打起來了 對 所以我就覺得說 其實他並沒有把那個 你應該要給我們的怪獸龐大的氣勢 跟那種壓迫感 要傳達出來啊 你既然大怪獸大大 我們要感受到那個大 對不對 然後呢 甚至是因為他鋪陳的其實是 我覺得有點草率 所以呢到後來 有的時候怪獸可能彼此打鬥 然後有一方受傷了 或是另外一方勝利了 我就覺得說其實 好像沒有給我們太多的情緒波動 我們就只是看到兩個CG的那個 玩偶在打架而已 這樣子 是啊 那你看 例如說 金剛骷髏島當然也是以人類的視角 對不對 他還請了那個 台客史奈德之前的攝影來拍 還拍得很有 很有畫面美學 還給你慢動作這樣子 各位還記得的話 骷髏島的一剛開始 是什麼 是兩個士兵 對不對 他們要互殺 然後結果呢 在懸崖上突然 金剛出現了 然後那個畫面裡面 突然被金剛的整個頭塞滿 然後小小的人 只能看到金剛 很大顆的兩顆眼睛 這樣子 其實就是這樣一個 一個小小的副成 這樣一個畫面 你就可以馬上感受到 那個金剛的他的多巨大 然後人類在這樣巨大的 怪物面前應該是多渺小 其實就只需要這樣而已 可是呢 這種東西連在 哥吉拉大陣金剛裡面都很少 對不對 那我後來發現 像剛 大俠不是說這部片裡面有一些很特殊的視角嗎 就發現說 其實這部片他真正想要做的是什麼事情呢 對 剛剛我們是有說到 那個就是 米利、巴比布朗 他們要找到一個什麼 磁浮列車 然後就接到香港 他們還搭上那個磁浮列車裡面的那個隧道還很玄了嗎 燈光這樣子 很像銘交飛車 或是地質學家跟那個就是金剛那一伙人 他們還搭上了那個Apex 那個反派的企業的那個飛船 要在地心裡面這樣子穿梭有沒有 怪獸來他們還要搬 我就突然覺得說 劇情安排了這麼多人 可以坐在載劇裡面的清潔 那有點像是那個 就是華納想要弄一個類似太空山那樣子 就是室內過山車的遊樂設施 然後其實這部片是一個概念片 對 所以你會看到裡面有很多 他還特地給你一個畫面是 他們坐的飛船 然後呢 飛進那個哥吉拉的時候 然後那個飛船繞著哥吉拉轉 這樣子 然後有一個很快速的旋轉畫面 我就覺得說好像整個片子的那個 精神都用在這邊了 對就是我要如何在這方面去 你不覺得那就是完全給4DX看的嗎 對沒錯 就是這種感覺4DX或是說那種 什麼過山車的那種影片 你看太空山就是這樣 他也是雲小飛車 他給你一個情境嘛 香港第四年還把他改成是 Star Wars的那個Tie Fighter的那個情境 對啊就是這種感覺 對啊所以我突然想到 馬丁許克希斯之前不是還在批評漫威說 他們是在做主題樂園 他們不是在做電影 對不對 那個傳奇的怪獸宇宙 他直接把遊樂設施的概念 擴張成一部電影了 這樣子他直接把這個放在電影的架構下面去了 對啊 那這部電影我覺得 唯二做的還不錯的 第一個就是剛剛大俠說的 小女孩跟金剛的部分 我發現他 我這邊不是講說他 在怪獸出場 然後怪獸打鬥的那個 我都覺得沒有特別的去鋪陳 或是說沒有給我一點特別的情緒 對啊 可是只有在小女孩跟金剛相處的時候 哇那個畫面很美你知道嗎 就還在那個大雨之中 然後那個燈光還很微弱 然後那兩個人相對無語這樣子 然後一個眼神你就突然知道說 哇他們兩個是理解彼此 然後關懷彼此的 你突然覺得說這段 這段感情很浪漫你知道嗎 雖然是一個跨友誼 然後提醒下去非常非常懸殊的 對啊 每次只要我覺得 細節要照那小女孩的眼神 或是照金剛的眼神 你就突然覺得那個所謂的演技 又出現了 就是這樣 這兩個是這部電影裡面 演技最有強制啊 我覺得 對啊 你就看到那小女孩 這部片的特效是薇塔做的 真的嗎 對薇塔做的 你們如果有看最後片尾名單 就會看到薇塔了 薇塔是我覺得全世界最會做 星星表情的一件特效廣告 他已經做了不知道多少次了 他 例如說在那個南極的戲 他 金剛被帶去南極 然後還拍就是說 他突然不知道自己在哪邊 然後呢這樣啪出去 發現外面是一片荒原 然後看他眼神 你突然覺得這個星星很無助 他不知道自己在哪裡 然後他很想回家 然後 或是後面在大戰的時候 星星快打輸了 然後小女孩在旁邊 然後非常傷心 對 然後你就覺得說 哇 這兩個人真的是好關心彼此 你突然有點被打動了 你知道嗎 也是這個地方 你才突然對 金剛這角色 還有那麼一點點在乎 希望他 希望他不要怎麼樣 對 就是 這是我覺得這部片做的 少數好的部分 另外一個部分是什麼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在這部 完全幾乎都沒什麼 普通的電影裡面 唯一很認真普通的一件事情 就是 可能有人已經猜到了 就是說沒有看的觀眾 可是 我覺得他從 宣傳 然後預告片 一直到電影的前半段 他都還把這個梗埋得很好 就是 人類想要再次成為世界的主宰 然後他去達到了一種靈體 然後 那邊我是真的覺得他一出來之後 然後我就被驚喜到 原來是你 對 我甚至前面還被爆雷了 比如說他可能會出現 我還被爆雷了 可是因為他梗埋得如此深 一直到他 真正出場的時候 我們才第一次看到他 然後 那就還有那個驚喜感在 你知道嗎 我剛剛說的 這是鋪陳的一個 就是鋪陳的一種力道所在 當他真的出現的時候 然後那個畫面給觀眾的衝擊 就有 對啊 然後他還特地安排說 哇 有那個三個人在下面 然後呢 要躲避 然後沒有怪獸要追他們 那時候 也是我在這部電影裡面 唯一感受到 人類對於巨獸感到害怕 然後這件事很危險 對 那一段展演 就是他們說 這是一個展示 那個展示 是我這個 視播片裡面給我的 情緒體幅最大的 我突然覺得 哇 好精彩 然後好熱心 然後呢 哇好像糟糕了 然後開始擔心起劇中人物的安危 對 其他我都覺得說 欸 好像 就是 那些場面啊 都很無感 對啊 然後 所以 這部片我反而看文系看的還比較覺得有意思 你知道嗎 因為裡面就是 例如說那個女主角 演 欸 這個名字好長喔 就是 哥吉拉這邊啊 哥吉拉這邊是一個小女孩 跟兩個宅男嘛 是他們 那個人物的性格很突出 你知道嗎 一個就是陰謀論的 一直講 假通話 該不會是怎樣怎樣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呃 胖胖胖胖呆呆的 嗯 嗯 對 這幾個人互動起來 很有趣 你知道嗎 然後 金剛這邊是那個 大老闆的千金 是一個雞掰女人 這樣子 每次看他就覺得說 幹好討厭喔 可是 又會覺得很有趣 你知道嗎 很想看他們之後會 會變怎樣 反而看這群人互相可能 鬥嘴啊 還是之類的 你就覺得說 這還挺有樂趣的 反而 反而是 怪獸打架的時候 我覺得說 拍得這麼沒氣勢啊 對啊 所以 在我的感覺裡面 上次怪獸之王是 只要 那怪獸一出場 就很high 對不對 那個怪獸 哥吉拉 打擊多拉 超high 然後呢 人類的文氣就超純 對 然後這一 到了 到了 這個 基本上 魔物獵人也是這樣的狀況 只要一出來 就是非常high的狀況 可是 只要是有人的戲的時候 就很笨 對啊 那哥吉拉大戰金剛就是 欸 怪獸 一出場 我就覺得說很 就覺得很無奈啊 怎麼 怎麼只有這樣而已啊 怎麼沒有多一點 鋪塵啊 沒有多一點醞釀啊 你總要有一個 累積才能 才能到那個高潮嗎 對啊 然後文戲的時候反而 欸 有趣 對啊 對啊 對 所以總而言之我就覺得說 啊 怎麼 在我的感覺裡面 這怪獸影業的 欸 傳奇影業的那個怪獸宇宙啊 是美礦與佳 從2014年的 哥吉拉 我覺得最喜歡 到後來 到最後這一部就覺得啊 好可惜 對啊 他基本上沒有爽啊 他只剩在皮到轟炸而已 你沒有給我那個 那個 很熱血啊 或者很刺激的感受 可是只有一直 音效跟 跟那個 特效一直出來而已 對 然後 然後裡面有個小驚喜 就是小力群 小力群真的是太帥了 帥到他 只是路人 可是他只要一出場 我就很興奮 帥哥又出現了 這樣子 然後他後來又待在一個 很炫的那個 你果然喜歡短頭髮的男人 哈哈哈哈 可是你看 小力群其實也算是 斯文派的男生喔 對啊 然後 然後 我覺得他戲 他戲不多 但是他每次講話 我都會覺得很好笑 對啊 對 然後他後來還待在一個 很遜的那個DJ台有沒有 就是哇 霓虹燈這樣紫色的 很炫啊 他一出來 我就覺得非常的賞心悅目 所以等到他後來 這個角色退場的時候 我還覺得有點心疼 帥哥怎麼就這樣子沒了 對啊 可是那段也很有趣喔 那段他裡面還 讓小力群用了一個 精神同步系統 我突然覺得說 這該不會可以接到 環太平洋的世界觀了吧 對啊 你看他們還在香港打 也是環太平洋的狀態 完了完了完了 沒想到 看這部片子 看小力群比看怪獸多 看來你真的要 啊 原來 這裡面的女生我也覺得說 女生沒有特別漂亮 特別吸引我注意的 對不對 那個千金 他雖然夠兇 可是又不是短髮 對不對 然後 只有小力群很帥 哈哈 不過那個千金還蠻正的 千金就是那種 穿著黑皮衣壞女人的經典套路 對 就像坤林他在那個鬼滅 在摩天大樓裡面 一定要穿上禁裝啊 然後 就這樣子 Alright 好吧 對 所以我應該是 我後來回到我家 我發現 是王無相啊 只有我那一次不喜歡的 只有我覺得說 這不是拍得不好 大部分的人都覺得說 嗯 好啦 我突然覺得有點寂寞 我也是喜歡的怎麼辦 好 Alright OK 好 那就是還有嗎 還有嗎 沒啦 沒啦 好 那個什麼 馬大 你的主場來 來來來來 我來 陳佑就是那一種 在怪獸片中尋找人類感情 是不是搞錯了什麼 人類類人 哈哈哈哈 好啦 那個 每個人喜歡看的變形不一樣 對不起 我要嗆到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啊 來 那個 因為陳佑他比較喜歡看人文的戲 所以他對怪獸本身的這一種 呃 視覺特效比較沒有感 所以我能夠理解你不喜歡的點 但是 呃 你其實從哥吉拉 傳奇影業這系列哥吉拉 你就會看到 第一集的哥吉拉有沒有 他放了很多人文戲 怪獸 是拿來做一個服務人類的部分 對怪獸的畫面都是給你出現某個角落 對 去塑造人類 所以你很喜歡這種感覺有沒有 對 but 他身為怪獸 看這種歌就是 那第一集有罵的多慘嗎 整支 整片快 三個小時 他媽怪獸只出現九 幾分鐘 九分鐘不到而已 哈哈 細分他媽的還比木透少 你知道嗎 他媽不該叫哥吉拉 你看像木透 木透與人類的相遇 你知道嗎 或者是木透生殖劑 你知道嗎 不可以叫哥吉拉 他媽哥吉拉花沒有夠少 那第一集我們 就是以怪獸迷的角度來講 我覺得我會分兩個角度 一個是理性 跟不理性 一個怪獸迷 不理性的角度來看 你他媽的給我看三小 畫面按成這樣子 我他媽IMAX看了三次 我只看不去我裡面演了三小 還是他媽雷射IMAX 結果外面按了跟什麼 除了那個口爆 讓我稍微興奮一下他之外 你人的戲分這麼多 看三小 我他媽看 看IMAX看怪獸 你給我看一堆人是怎樣 好啦 就是不理性的角度是這樣子 OK 好 換回理性的角度去講哥吉拉第一集 因為實際上啊 在1954年拍的哥吉拉 他的確是以災難片的角度去拍的 因為當時就是為了要去 諷刺說 美國的核彈把日本搞成什麼樣子 嗯 然後以核彈的 以哥吉拉這個怪獸來形容說 核彈多麼的可怕 嗯 在1954年黑白片的版本裡面呢 就有留下最近點的句話就是 人類如果再繼續污染環境的話 總會出現一定會再出現第二隻哥吉拉 那其實基本上真的是以災難片的角度去看 而且在當時 當時那部是黑白片嘛 你在黑白片的畫面的時候 你在看的時候會更有自嘆感 因為你會自己腦袋會帶入你覺得可怕的顏色 哦 所以實際上黑白片你如果是用心去看的時候 你會感受到裡面所帶來 雖然特效很糟 可是你可以感受到那些特效後面所帶來的 因為你自己會去想像 他反而比彩色版還有Fu 嗯 這也是為什麼在很多喜歡怪獸的人裡面 他們都很喜歡1954年版本 包括那個電玩憤怒仔 就是有一個我們網路上稱為噴神 就是很愛噴哥斯江作品的一個阿仔 他叫噴 網路上把它翻譯叫憤怒電玩仔 他又號稱噴神之類的 對對對對 他有做一系列的歌吉拉系列嗎 對對對他有做一系列的 就是歌吉拉所有的轉評 每個轉評差不多三分鐘左右 然後他其中在做 他有做評比說 他最喜歡的版本還是1954年的版本 哦哦哦 對啊 所以如果陳佑你 我個人建議如果你喜歡第一集 就是傳奇的第一集的話 你其實可以看一下1954年的那個版本 不過那個版本 我個人是建議你其實在家裡看 因為網路上應該找到資源啦 不然你要等影展來看得到有點累 不然DVD應該買得到 好這是第一集 因為第一集以怪獸米的角度來講 其實不是那麼喜歡第一集 因為歌吉拉畫面真的太少 而且畫面真的太黑暗 哦哦 但這個是傳奇他們好萊塢 以好萊塢的角度在拍攝 這個其實可以理解 但是以我們這種看東保的怪獸 長大的老怪獸米的話 其實是很不滿 但是他畢竟是花了1億多美金的 我們還是會聽他講好話 因為難得嘛 對啊但實際上內心是不滿 OK 我必須得去好IMAX看三次 我才開始畫面稍微滿滿滿足一點點 後來啊 嗯 藍光出了之後啊 哩哩哩哩哩就有人把那一段畫面 整個整段接取出來 把亮度對比調高之後 哇那畫面是精細 哇操你他媽當時會搞那麼暗你知道嗎 哦 都像什麼你知道嗎 冰與火之歌的那個 那個屍鬼大戰的時候 明明就可以很亮 但是Paynote按拉很多人看不清楚 就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搞 因為他放大那個 把畫面調亮之後 幹的是細節多漂亮你知道嗎 哦 結果我居然在小螢幕看到很多細節 在大螢幕看到沒有看到細節 幹什麼幹 超幹 好吧 但是我理解 他其實是為了不想讓怪獸這麼明顯 因為怪獸太明顯會有些會覺得假假 不明顯 忽暗忽明反會讓他覺得比較可怕 對 第一集想要做的一種感覺有沒有 對 然後第一集他在人類的情感上放了很多 父子之間的感情 然後父 爸爸為了 為了要 媽媽犧牲 媽媽犧牲自己救了爸爸 救兒子不原諒爸爸 然後後來爸爸又為了救兒子犧牲自己 然後他又犧牲自己去放核彈有的沒的 就是把人的部分做得不錯 所以這也變成說 他其實我個人覺得 以這四集來講 他的排比我是很滿意的 怎麼說呢 第一集先以好萊塢的方式 去把人類的角色的情感做豐富 讓好萊塢的人更能夠去接受歌吉他這種片子 然後在第二集金剛 把金剛的角色也把人物也做豐滿 然後再試錄的把金剛跟人的角色一半一半的比重 讓大家慢慢接受 OK 那個有怪獸的片 有人的片 好可以接受 然後第三集他就是嘗試說 好那 第一集人文為主 第二集金剛把一半一半 第三集我都強調怪獸畫面要多 然後打的要爽 但是要合理 要情感不能放 那怪獸的東西也不能放 所以怪獸要展感情 人類要展感情 但是 就是搞到後面就是畫面有點 東西有點太多 導致說會有點失焦 就是你到底是要看人跟怪獸 還是看怪獸怪獸 還是看怪獸跟人 這就變成說 第三集就是怪獸之王會看得有點累 他的東西 其實猜太多東西在裡面 一下要看女主角跟女主角媽媽的情感 糾葛 然後一下要看環保組織如何要 要如何 要如何 讓吉多拉來毀滅這些東西 然後又要看怪獸跟怪獸之間的博弈 對 怪獸之王其實會讓他覺得很累 這個原因 我坐在怪獸之王 我只是看到快睡著 我不是說不好看 而是因為東西真的太多了 你如果太用心看真的很累 你知道嗎 對啊 這次為什麼怪獸之王 有些人看到後面之後 就 好像你什麼都想講 但是什麼都沒講好 然後他在打的時候 又是在下雨天 又是在晚上 怪獸也看不清楚 就讓他就你不要 就覺得實在是 就是 我可以 這是怎麼講 真的是少數喜歡怪獸之王的人嗎 我還二刷欸 還帶我媽去看 怪獸之王四刷欸 怪獸之王四刷 沒有 我不像你會那麼常去 這麼常刷 但是我是少數要讓我二刷 真的我要蠻喜歡的 我還帶著我媽去看 因為我很確定我媽會喜歡 對就是 因為我媽沒有特別 因為我媽也是喜歡看電影 但是他其實是 不特別挑的那種人 對但是 這幾年來就是 因為他在看一些劇情片 我就知道說 他可能不太喜歡看到太多對話 因為 會累 對就是他不太喜歡看到字幕 對那 所以怪獸之王這個劇情簡單 就是 而且畫面很美 讓我們都看 就是看那個基多拉 那個閃電那個戲啊 對對對 好啦 你媽喜歡嗎 他喜歡啦 他喜歡啦 對 跟其他對金剛比較適合你媽吧 對 怪獸之王就是太亂了 我很確定 跟其他對金剛他也會喜歡 對 對 對 不錯啊 你蠻會喜歡 我家人都 我爸我媽都不會喜歡這種東西 好啦 然後我來講一下 就是 基本上怪獸之王 他其實東西放很多 然後就會變得說 老怪說明其實追究的東西比較單純 嗯 喜歡看電影的人 其實喜歡東西比較複雜一點 嗯 對啊 所以他奇怪 在這一部裡面什麼都放 嗯 可是什麼都放真的會累 所以就有些人 就比較吃不下 就像我 我雖然看了四次 但是我純粹是為了看大戰而去 對啊 因為人的部分 我真的覺得有點 也不是說不好啦 但是 我是覺得也太多了一點 對吧 然後好 然後講第四集的部分 因為很明顯 第一集人多 人比較多 第二集金剛 人跟 人跟怪獸的戲各一半嘛 嗯 然後第三集就是怪獸為主的戲 然後人去 人野進方進來 然後他們在這三部裡面得到的結論 就是 好啦 在怪獸片裡面 尋求人類的情感 就是搞錯了什麼 他們大概得了這個結論 所以在金剛大戰 和其他這一部的時候呢 他終於 做了一件讓 老怪獸民會比較 喜歡的一個方向 就是 用人類的角色去補充 怪獸裡面沒講的東西 所以你看 人類的兩條支線 都是在幹嘛 都是在幫怪獸補足一些 怪獸沒有辦法講出來的東西 讓看的觀眾更多力 他們為什麼要打 打的原因是什麼 誰跟誰打 為什麼會這樣 人類的戲份 去服務怪獸 讓怪獸片的主角 真正回歸到怪獸上面 這樣子基本上比較不會失焦 我個人覺得他在前三部 都做了各種實驗 有沒有 他各種實驗都實驗過了 然後第四部也做了另外一種 就是把他回歸到怪獸片該有的感覺 所以反而被人說 以我來講 我應該 算是這四部來講 我最喜歡的就是 鋼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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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裡面對我來講 我必須 裡面基本上拆光光了 不用演我都知道他做什麼了 因為畢竟太好拆了 太好拆了 你知道嗎 所以某機械出現的時候 你其實沒有被驚嚇到 完全沒有啊 機械鋼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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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鋼 因為那個對我們來說已經是套路 超級老梗的好嗎 好我等一下來講 這部電影裡面的彩蛋好了 因為機械哥吉拉在目前 哥吉拉的電影裡面 他至少出現完第一版 第二版第三版 所以其實 扣掉頭號玩家不講 這就是第四版機械哥吉拉 不對 還有獲星怪獸 所以其實第五版機械哥吉拉的 這已經是超級老梗了 你知道嗎 但是他這一點 在這一支的機械哥 他做的很屌 是因為通常 在以往有沒有 以往的機械哥吉拉 都是一出場比哥吉拉厲害一點 只厲害一點沒有厲害到很多 然後至少沒有到 沒有到像這一集被屌打 應該像講好的 最早的機械哥吉拉 一開始也是 也是可以打贏哥吉拉 因為他有很多歌技 哥吉拉必須 加上另外幾隻怪獸 去把機械哥吉拉打倒 但是因為之前的東西 都是屬於特色方式 就是人穿著皮套裝去打 他的畫面沒有辦法 像金剛大戰哥吉拉 裡面這麼的有張力 知道嗎 因為在之前的打法 就是初代了機械哥吉拉 打金剛 打哥吉拉怎麼打 就站著不動 然後一直噴眼睛射線 然後手指的雷射炮一直打 他就不動一直放砲 一直放砲 一直放砲去打打倒哥吉拉 你如果放在40年前看是不錯的 你放在現在看就很大 你知道嗎 我幹嘛要做一個機械造型 我幹嘛要做一個機械造型 我用個砲台不是更快嗎 對 沒有 以前的頭還會反轉好不好 對 你的頭還一直狂旋轉 還會產生風暴 沒有 那個時候是很想要 就是他要把他那個機械的那一面做出來 可是你可以感覺起來以前的機械哥吉拉 他其實沒有辦法做肉搏 所以大部分都是站的圓圓的 看他在玩 對啊 而且很有跟你講 最早的機械哥吉拉是怎麼玩 你知道嗎 他劇情設定在說 怎麼會出現第二隻哥吉拉 而且一模一樣 到底怎麼回事呢 結果真正的哥吉拉 在跟假冒的哥吉拉打的時候 哥吉拉打到那隻假 那隻第二隻哥吉拉打一打 怎麼皮膚露出金屬材質了 嗯 然後再給 然後那隻假哥吉拉就是開始燃燒全身管 之後 呈現出機械哥吉拉的怪貓 那個配樂 超帥的好不好 就是你想像一下 在四十幾年前 差不多四十年前的時候 出現這種畫面 那個魔鬼中間者都還沒出來 對不對 有沒有 他在怪獸的皮膚下面露出金屬 然後整個金屬 整個皮膚燒光光之後露出金屬材質 然後開始拍金屬材質 各部分特寫各部分 然後整線整面整排 喔 超帥 你知道嗎 好屌的感覺 超屌 那隻哥吉拉長得很醜 那隻雞哥長得超醜 但是說真的 就是喜歡 呵呵呵 就是喜歡他 你知道嗎 第一隻金屬材質 他是這種方式出現 這才叫買梗 你知道嗎 對啊 而且他當時真的沒有 當時真的沒有這樣子玩過 電影一開始 他前面那個紅紅的眼睛 我還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你們都已經猜到了 因為你沒看嘛 所以你都沒猜到 我一看都知道幹的不是眼 應該怎麼說呢 因為這一次他的劇 我其實覺得 為什麼我會喜歡的原因 是因為這一次的劇本 很日式哥吉拉 而且是非常昭和時期的哥吉拉 沒錯 就是昭和時期的哥吉拉 他是子貢相的東西 所以他的邏輯就是這樣子簡單 所以你一看他 有一個那個什麼 他說我的那個 我的公司正在發展什麼能源 我立刻就知道他要講什麼 你知道嗎 你不要在這裡面尋求成人邏輯 他本來就是子貢相的東西 所以他其實是在致敬 那個昭和的那個子貢相的那個電影 對 你繼續吧 所以我覺得 哇那個地方 買梗買得很好 其實只是我太蠢而已 沒有 如果對你有效果的話 如果對你有效果 他絕對是好的 因為對我們來說 絕對是對老 就是已經看過之前的東西的人來 他只是在重複了一次而已 然後我們看了 就很像古代戲 你在看這一檔怎樣 他們早就知道那個角色 接下來什麼時候會幹什麼 或者是像動畫迷 他每次看到有那個什麼 哪一種類型的女生後宮 跑過來講什麼話 他就知道他接下來一定是女二女三 差不多是這個邏輯 就是因為你看了同類型的東西看了太多次 像我之前不是剛剛跟你講武俠片的邏輯嗎 那就套路啊 對 你可以按照這個套路再寫一個武俠片的故事 就都可以成都可以成立 對啊 那就是所謂的看出某種類型的邏輯來 對啊 好吧 對 嗯 請繼續把它打 好 所以咯 那個最早的機械哥吉拉 基本上是這樣子 嗯 然後呢 這一隻的機械哥吉拉 他其實融合了前面幾個版本 但這個我會把它放在 我20號完之後看到的彩蛋部分在一起講 我先對陳佑剛剛講的內容是做一點不夠 OK 你剛剛講說 這一集一開始他什麼都沒交代 他為什麼要打起來啊 幹嘛幹嘛之類的 事實上啊裡面很多的訊息他都藏在畫面裡面 就是哥吉拉跟那個金剛他們之間為什麼要打起來 他其實在畫面裡面是有把它撿出來的 他在那個一開始的蒙太奇啊 有做出很多哥吉拉跟其他怪獸 哥吉拉跟金剛 他的一些古早的人民所畫出來的圖人 所以他裡面其實在演那個金剛溝通師那個媽媽 他就有講說他們相信哥吉拉跟金剛是世仇 所以當他們發現金剛的時候就想辦法把它藏起來 後來的話一定會被打 當然這個其實有BUG的 因為金剛被發現這麼久 金剛之前一直在骷髏島裡面 其實也不是說BUG啦 看來怎麼想 就是金剛在之前骷髏島發生風暴毀掉之後 人類是怎麼這麼快就可以建立一個收龍手馬上把金剛放進去 這一點是我覺得有點小BUG 不過我覺得還可以啊 所以他裡面其實 嗯 博士就有講 他就有解釋說他相信他們應該是四軸 再加上他開頭其實畫面就有把 那個蒙太奇簡介的畫面就已經有把 哥吉拉跟金剛對決的一些東西全部都不給進去了 嗯 所以其實不是他沒有講 而是他講他沒有想要講很清楚 因為這些東西講太多之後變成人的戲份太多 你知道嗎 對啊對啊 他選擇用蒙太奇的方式 對 他選擇蒙太奇的方式帶過 這就變成了說 如果你本身 呃對他們之間關係不太熟悉的人 就會覺得說怎麼都不講清楚一點 呃他選 他其實是故意不講這麼清楚 因為這個片長不大兩小時 然後 他又要放這麼多對打畫面的話 講太清楚就會變成像怪獸之王的狀況 對啊 所以他選擇不講這麼多 因為他這一邊 呃也有人提到說裡面的怪獸有點少 這點是有人在詬病的 但是我覺得 把重點放回金剛和哥吉拉才是 才是明智之覺 不然真的放太多像怪獸之王 因為東西又有太多的狀況下 又會重複怪獸之王的一些狀況 對吧 所以我才說這四部電影裡面 他等於說每一部電影 他都做了不同的狀況 然後到了最後一部電影 才是以我啦 我個人 我不代表任何怪獸 我覺得是我個人 是一個看了三四十年 沒有沒有那四十年 看了三十年的怪獸片來講 打從娘胎開始看 看了三十幾年的怪獸片的怪獸迷來講 我覺得金剛大戰哥吉拉 那是我個人最喜歡的一部 ok 然後再來就是 其實以這一部來講 一定會讓每一次啊 像這種東西有沒有 這兩天 大家就在出現說 那個哥吉拉大戰金剛的 出那個 首播影評出來了 有沒有 然後裡面大多數的影評人都想說 怪獸的部分做得很好 但是人類的部分還是乏善可成 然後這種東西一出來之後 幾乎每個影評人都這樣講 對不對 然後就一群人在分享 然後再表說 這怪獸裡面 你總是在怪獸片找人 你是不是搞錯了什麼東西啊 你為什麼要去怪獸片看人呢 奇怪 就是 好啦 因為這一群影評人 基本上 他們都喜歡看電影的人 但是 他們 並不是那一種 怪獸大多數人都不是怪獸片的那一種 那一種粉絲 所以他們其實對怪獸片這個類型 一用一般看電的角度去理解 其實這也沒有錯啦 但是以那一種 像我們這種老怪獸民來講的話 我們就會覺得說何必呢 對不對 不過我覺得何情何理啦 對 如果看到那個金剛跟那個小女孩 有交集有那個心靈共同說 你應該也是很感動的吧 對 與其說感動這個也是老狗 因為事實上 在哥吉拉的電影裡面啊 能夠跟怪獸溝通的人類 多多少都有一點超能力 對啊 然後 但是 在這一部裡面 他把它做的比較好的一點 是說 吉亞本身他聽不見 所以他是靠震動去感受的 所以他比較能夠 他可以 他摸地板 就可以感受到金剛的心跳減緩 有沒有 對啊 然後他因為都是在金剛部落島裡面 呃 才 呃 唯二的生存者 一個就金剛嘛 另外一個就吉安嘛 所以他們之間就造成了一種 心理上的溝通 與其說 超能力不如說 呃 這個算是 這一部他幫金剛所做的一個羈絆 讓他更有人性一點 因為這一集其實應該叫做金剛 第二集之大戰哥吉拉 嗯 因為他整個主線都是放在哥吉 整個主線都放在金剛身上啊 因為 上一集主線已經放過哥吉拉 喔這點就要講了 就是 陳佑剛剛講說 這一集為什麼哥吉拉比例這麼重 然後金剛比例 哥吉拉比例這麼少 這是我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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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 OKOK好 因為他上一集已經做過 你看 第一集哥吉拉 第二集金剛 然後怪獸之王裡面 只出現一個畫面而已嘛 對不對 其他就講哥吉拉嘛 所以第四集 如果哥吉拉在更多畫面的話 我是覺得會有點 重複上一集的老葛 所以讓這一集變成 怪與金剛的主線去發展 我覺得是合理 因為你如果連著看的話 喔這樣還合理啊 因為怪獸之王主要是哥吉拉 陳霸整個地表 對不對 金剛走在最後面就出來一下下 對啊 所以在這一集裡面 金剛的東西比較多 我覺得是合情合理 而且就像大俠說了有沒有 畢竟金剛是他們的親生兒子嘛 所以哥吉拉就當作一個萬級選手出來 然後來屌打金剛 屌打完之後 讓金剛來救哥吉拉 喔 就是 這是一個 我個人覺得這是一個比較聰明的做法 因為 誰輸誰贏都不爽 對不對 那你就這樣一邊贏一次 一邊贏一次 然後 但是其實 有眼睛的觀眾就感受得到 金剛雖然會使用武器 但是他以戰鬥力來講 你 人血東風的哥吉拉 還能夠噴熱線 然後還有還能夠咬 爪子還能夠用 尾巴還能夠甩 還他媽能潛水 錄水錄兩棲 喔 比如說金剛一泡到水就完蛋了 沒有還會滴水之類的 然後金剛廢材到 連人類的鐵鏈都扯不斷 這種情況下金剛能夠贏真的是 莫名其妙的 你知道嗎 但是他這邊做的很聰明的是 他弄了一個古代 古代遺跡的 古代那個超文明的遺跡 讓金剛有了斧頭 有了斧頭情況下 基本上還是打不贏哥吉拉 一定要在 藉助各種環境之下 例如說在高隆林立的香港 金剛可以跳來跳去 還可以升東即西 還可以拿武器 武器還可以吸收哥吉拉熱線 在種種的BUFF加成之下 還能夠勉強 降臨金剛一下下 但是第三回合一打起來的時候 金剛就被打發了 就是這樣子是比較合理的做法 若實在的 這樣子做 他既不會影響到哥吉拉的威力 也讓金剛有 比較合理的展示 再加上到最後 讓金剛救了哥吉拉這一點 就等於說把這些東西全部拉回來 我個人覺得這是一個合情合理 又聰明的做法 但是就比較可惜的是說 沒有死一個有點可惜 因為 只要以那種 我們總希望有一個人可以鬥 鬥到死為止 我記得舊版 他們是有打出誰贏誰數 沒有啊 舊版沒有打贏誰贏誰數 最不然兩個人打一打 掉到海裡面 然後就沒了 這個我補充一下 舊版有兩個結局 兩個結局就是 一個就是 哥吉拉 金剛浮出水面 然後站出來 然後第二個結局是 哥吉拉浮出水面游回去 一個在美國播出的時候是金剛贏 然後在日本播出的時候是哥吉拉贏 它其實有兩個版本 對 對我想 看你們看的是哪個版本 事實上是有兩個版本 在美國版金剛贏 在日本版 那個哥吉拉贏 對 對對對 對對對 所以兩邊不得罪嘛 對啊 我是覺得啦 如果可以讓其中一個 為了救其中一個 犧牲而死 我跟你講 我就馬上為他鼓掌 你知道嗎 不管說金剛為了救哥吉拉 說哥吉拉為了金剛而死 其中一個為了對方犧牲而死 或是為了救小女孩犧牲而死 我馬上給他打五星好兵 因為這真的是太屌了 如果真的這樣走的話 可惜沒有啊 對啊 好啦 我覺得就是不這樣做 因為他還是要考慮到 後來 要繼續拍了一個劇 一個後續 因為畢竟 廣大的約 目前就派到這一部嘛 他還是要看說這一部的票房 怎麼樣 來決定要不要繼續拍其他的 對啊 所以他會選擇 做比較單純的爽片 然後把怪獸的部分做好做滿 這一點我覺得是可以結束 好 那針對機械哥吉拉的部分 我來講一下 我二刷完之後看到的一些 比較明顯的彩蛋 比方說比較明顯 就是 可以拿出來講一下 有些你可能不知道的東西 有些太明顯的不講 例如說 哥吉拉在一開始出來的時候 沒有 他第二次出來的時候 他在海上 然後用尾巴 把那一堆艦船 打毀的時候 有沒有就尾巴甩起來 然後尾巴甩起來 然後尾巴甩起來的部分 就可以把那個船艦機毀 這個畫面是蠻多 哥吉拉的畫面會出現的 最經典的就是 真哥吉拉裡面 真哥吉拉 他在一開始的時候 只出現尾巴 所以尾巴的那個部分 會稱為第一型態 那尾巴甩起來 就把那個艦船機毀 這算是哥吉拉裡面很長 很明顯的一個致敬畫面 就是為什麼 他為什麼只出現尾巴 這個其實是一個 算是一個梗 然後再來就是 這一次的大戰選在香港 對不對 你看哦 為什麼又選在香港 除了說什麼 變形金剛在香港打 團太平洋在香港打 除了這個以外 重點是 事實上啊 在哥吉拉 平成哥吉拉的最後一部電影 恐龍帝國的時候 他的最後的戰場就在香港 對啊 我相信是為了致敬這一點 OK 然後再來 他裡面的那個代夫號 就是那個反動力飛船 他基本上是有 應該是有致敬 Super X 就是 哥吉 對居兵器 有沒有 就是那個形狀動力 冷凍光線 我記得這個東西 冷凍光線是X3 對啊 冷凍光線X3 X1是大同電鍋 X2是一個 這個造型比較像X2 X2是嘴巴 他在前端會裝一個 一個 鑽石反射 反射的一個畫面 他可以把哥吉拉塗出來的熱線 加強1萬倍 要反射回去 Super X2差點打倒哥吉拉 我記得 那個什麼 好像有一台是 Super X 好像是可以跟 他們自己做的機械哥吉拉合體的 對 這一個是祥一號 不是出牌 祥一號 祥一號是在 對 祥一號是在暴龍誕生裡面出現的 他是對哥吉拉兵器的第一支 後來因為他的飛翔能力遠大於攻擊能力 所以就變成廢物了 還脫出機械哥吉拉 二代攻擊能力 他就是飛很棒 但是攻擊力太弱啊 所以就變廢安啊 所以是到那一部的後面 他把祥一號跟機械哥吉拉做合體 就是把飛行力跟攻擊力增加起來之後 他們才變成BUFF 來打倒哥吉拉 對啊 那一集的哥吉拉原本是要輸的 後來是因為那個拉頓 拉頓風化去幫助哥吉拉 哥吉拉才打贏他們的 OK 好 那再來就是 怪獸 對了 這一集的機械哥吉拉 他其實融合了 其中兩部的梗 第一集就是暴龍誕生 在台灣翻說暴龍誕生 因為在暴龍誕生裡面的機械哥吉拉 他是拿六度空間大水罐裡面 那一支機械基多拉的頭 的技術去做的 就跟這一集一樣 這一集是把原本 這一集基多拉基因複製出來 做出機械哥吉拉 OK 然後但是這支機械哥吉拉後來暴走了 暴走的是在講那個 東京SOS那個版本的三四基隆的梗 因為那一支三四基隆呢 他是用生物骨骸 生物兵器的方式 他是把初代哥吉拉的骨骸撈出來 用他的骨骸為基礎 去做出來一支生物哥吉 生物機械哥吉拉 所以把它叫基隆 可是叫機械哥吉拉 然後那支機械哥吉拉 因為他本身是有骨骸 初代的哥吉拉骨骸在裡面 他等於有了這類感 後來就是不受人類控制爆走 所以機械哥吉拉爆走的畫面 算是震驚這一點 這個老怪獸民 一定超熟 熟到不行 然後還有一個 為什麼想不起來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我熟悉就想不起來 待會就想好了 因為我要發一下 我開始想要發講什麼 對 所以 對了 然後再來事實上 我講完了 快講完了 嘿嘿嘿 好了 那個 我正存在是回應剛剛的 因為事實上啊 目前拍電影 尤其是這種 多種電影宇宙的做法 沒有 他很喜歡做一件事 就是 電影裡面沒講的東西 他拿去其他看護獎 例如說小說啦 漫畫啦 這些東西 所以我相信那個 秦哲蓮 就是秦哲博士兒子的故事 我相信之後漫畫 一定會把它補充起來 對啊 所以那個陳佑你可以放心 以後在漫畫裡面 一定會再出現 秦哲蓮的一些故事 而且 事實上 呃 這一部怪獸電影 他做了很多保留 什麼叫很多保留 你看那個 秦哲蓮 小力旋 他只是 被電 但是他沒有說他死啊 哦 他沒有出現出什麼心跳 提升降到0 沒有他只是 電一下昏倒 而且他那是一個遙控的 所以 呃 人基本上還在 Apex那一邊 所以 他其實沒有出現人死 這樣的畫面 對啊 所以 我是覺得啦 只要 沒有看到屍體 應該都還有機會 活見人 死不見屍啊 欸 對對對 對對對 都把這樣好不好 跟布袋希一樣啊 最愛致死率只有0.99% 對不對 對對對 沒有真正的死透 沒有人死 沒有真正的死透 我覺得都還有機會 如果小力旋在這一檔的那個 這一檔本身的那個 反應夠好的話 他一定會再回來 對啊 好啊 所以你不用擔心看不到小力旋 應該只有我覺得他反應很好吧 對 說不定他下一集會整集都翻白眼演出啊 沒有沒有有一集的哥吉拉都是翻白眼的啊 你知道嗎 對啊 就是那個白眼哥吉拉 他是由那個二戰的 怨靈格組成的 對你看 這一集基多拉男的當人是好 這故事多鏘啊 你知道嗎 欸 那個我好像看過了 那一部可是 有你看過啊 你之前講好像 那個好像什麼 好像戰龍什麼 你好像有講過 對啊 因為台灣幫發言成什麼 就是哥吉拉摩斯拉 王者基多拉的怪獸總攻擊 對啊 然後這時候哥吉拉變成壞人 然後那個其他的都是 都是要打他的 好人 對對對 我打爆不平一下 那部片裡面人的 文系也很多好不好 沒有 因為日本的他們都 因為在日本他們拍怪獸片的時候 他們的特效 沒有辦法做到很多 所以以前的情況都是人會演很多 對 然後你現在能夠理解 為什麼反正我們在看這種東西的時候 我們希望人的戲 少一點會比較好 因為我們以前一直在等 那一部我覺得還有扣到 還有扣到日本二戰歷史 對啊 所以有二戰怨靈啊 我跟妳講 那一部我沒有 算是評審 算是那個評審後面的哥吉拉裡面 評價算很好 因為他的導演是金子修介 金子修介就是 那個把 三部曲做得最好的一個導演 所以那一部算是 評審哥吉拉裡面 評價非常非常高的 對啊 OK 好 那我再補充一點好了 實際上啊 我現在看一些資料的時候就想說 基本上不排斥把這部電影跟環太平洋做連動 所以咯 腦神經連接的部分 你要說不接起來也可以 你要把它連接起來也不是不行 就看後面他們怎麼去做一個IP內容 我覺得是有可能 因為都是靠腦袋聯動 對不對 然後我想一下 然後再補充什麼東西 好啦 這一部我個人覺得 人類的部分 如果你真的是看人的話 你真的會很失望 因為人的部分真的太割裂了 你知道完全就是 不知索雲不知道在演什麼 如果引人來講 你看就是他們到Apex 幾乎任何保全都沒有 沒有 那真的是 引人的角度會很出戲 我說實在 對啊 好 那我再補充一點 你剛剛講說 那個 裡面的演員 Eleven我就不講了 他太紅了 對不對 那個Eleven旁邊的男生 大夫 他就是演十四第二集的火拳 嗯 對對對 OK 然後呢 在裡面演那個老闆的女兒 那個幻女那個幻女人 他就是演呃 死衛裡面的女主角 死衛 就是那個 鳳梨索那一部的那個 血衛啊 血衛 血衛 死衛對不起 血衛對不起 血衛性衛 對啊 然後呢 演那個金剛溝通師的那個女生 就是演鋼鐵人山裡面的一個 在一開始跟 卡拉伯道林上傳那個科學家 啊真的嗎 唉唷 有沒有發現 有沒有 但是在鋼鐵人山一開始跟 卡拉伯道林做愛的那一個 那個科學家 齁 然後 還補充什麼 然後那個 呃 那個 那個黑人胖子 他上一部就是演 逃出絕命證的那個主角的好朋友 開計程車 他是開計程車 還開計程車 啊警衛 這警衛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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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泰山啊 史蒂芬斯 你看這一部 這一部其實找了蠻多好演員過來喔 對啊 雖然說 應該這樣講 我覺得他這樣很棒 是說他讓人類的演員 看人類的一些演員 欸看起來都不是神面孔 但是呢用他們去服務怪獸 會讓怪獸的部分看起來更完整 對啊 所以這一集你如果去挑剔你的戲分不好 我是覺得有點有點搞錯方向 不過我可以理解為什麼 對啊 這些演員都是我做的演員 但是沒有那麼好啊 的確有點可惜 這是一部 但是回歸到 對 他就是嘉年華 對啊 對對對 是讓你去大一幕看什麼看怪獸 不是讓你去大一幕看人 好吧 而且這一部 我看到立方做兩支影片 我超驚訝的 立方做兩支影片來講說這一部 第一支是一個 融合了他個人的肢體的表演 的一個分析影片 那個還蠻好笑的 第二部是他來講說 因為我覺得應該他也是悶太久了 所以終於能夠看到一部 只適合在電影院看的電影 所以他基本上評價也算蠻高的 對啊 所以我一開始 因為立方本身 不是這一種中線的粉 不是這一種中線的粉 你知道嗎 我以為他可能會批一下 我嚇到他的評價 出一下出來的好 對啊 當然也是跟 大家被悶壞的有關係 說實在的 而且 我超希望他那一支 在分析那影片啊 割其他桌遊 能夠贊助他 超希望的 好啦 大概 我目前想到就先這樣子 那班民宿 如果你講到什麼 我後來再補充好了 剛剛在我們在聊天的時候 他那個 那個 那他那個第二集的那個 預告已經上線 對啊 那個自殺突擊隊第二集啊 鯊魚王來了 嗯 沒有 這就是華納的 你可以 仔細 觀察一下 目前在台灣是 華納獨霸 下個禮拜呢 又是一部華納的電影 又要上映了 真人快打 哦 對對對 魔攻帝國 生死格鬥 Mortal Kombat 也是一部很ㄎㄧㄧㄧㄥ的片啊 對 對啊 好 好啦 輪到我了 對 好啦 其實那個時候 我等到現在我就 都在想說我等一下會不會有些東西就忘記了 你知道 就是每個人都說完了以後 我要再講就會覺得 我會不會很多東西就忘記要講 之類的 好啦 你有你的關聯啊 每個關聯集都不大一樣 但是你還不錯 我蠻喜歡 我我在看完這部片以後啊 因為刀鞭也很喜歡戈吉拉 所以他有問我 我是早上看 然後他是晚上看 因為晚上他應該是跟馬大同一場 他說他有跟你碰到這樣子 然後那個時候他有問 他就有問我說 欸阿怎麼樣這樣 然後我就跟他說 這部片實在太好看了 裡面的人一點都沒有戲 他說真的喔太好了 我一定要去看 這就是怪物迷 這就是怪物迷他們中間的那個 你知道我不用跟他講什麼 我聽起來好像反話 但是你就知道說 這個對他來說就是正是他所要 你知道嗎 真的真的 好來那個 老實說啦 打從 一部電影叫做侏羅紀世界 知道嗎 開始 我覺得 好萊塢就突然間明白了 大家想看什麼 我真的覺得他們其實過去都 不是不知道 但是他們的文人氣息作罪 所以總是要塞田 超級進去 你知道嗎 對對對 諸羅紀世界在最後 為什麼 會這麼精彩 他最後那一場 根本就WWE 你知道嗎 最後一場戲是什麼呢 我還記得我還特地做了一段旁白 有 有在我 我加了一段賽況報導 我的旁白進訊裡面有沒有 小蘭VS霸王龍 霸王 那是什麼 超級霸王龍 就是他們 超級霸王龍 進來打 打不贏嘛 對不對 然後那個我們看到霸王龍 被美女領著信號彈進場有沒有 還踩著高纖 走進來有沒有 然後就開始打了 打一打打不贏 然後旁邊的那群人就是 其實那些人根本就已經不是主角 在那一瞬間那些人都觀眾 那為什麼那個他為了要讓這個場面變得危險 所以這些觀眾就常常會被這些恐龍脖子 對吧 那打一打 然後到最後那個打不贏 然後小蘭還出來支援有沒有 然後最後兩龍鬥一龍 兩龍鬥一龍打到那個什麼 他好像還想掙扎 結果被蒼龍那個什麼 出來咬進去 哇那個什麼 自然界的恐龍打贏了那個基因改造怪物 你們看 這是不是我們哥吉他對警告的那個 故事局 一樣的東西 一模一樣 對 為什麼 就是打從 打從諸多紀公園1993年出來的時候 這件事情就一直存在的 大家想要看恐龍 所以人類的故事基本上就被弱化 為什麼 因為恐龍才是電影的真主角 大家想要看的就是恐龍再多一點 為什麼 我們平常看不到這東西 好 那 哥吉他對金剛 他從片頭開始那個片頭動畫 我就已經感覺到濃濃的那種 鏘味 超鏘 他一出來我就笑了 就是 2014年版的那個什麼 就是第一部的那個做的哥吉拉 他們其實在講就是人類的傷痛 人類的痛苦 從人類的觀點來看有沒有 所以他前面就會放很多那種可怕的畫面 秘密檔案啊 核子彈報事報啊 然後什麼 那個什麼日本的漁船有沒有 對 然後再來到那個什麼 第二集那個金剛骷髏島的時候也是前面放很多那個月戰啊 然後什麼 然後 到了那個什麼 第三部的時候 怪獸之王的時候 他其實基本上他是走那種傳說路線 哇 這些這幾部都在裝 前幾部的那個片頭都是裝逼的啊 想要 給你一種帶入感 讓你覺得有一種入戲的感覺有沒有 哇 那個時候要要深層啊 然後要有點傳說 要 要賣學 那個時候要要要 掉書包給你撿爆的那種功能有沒有 到了這一部基本上沒有沒有任何裝逼 他就是直接賽程表給你看 那看賽程表真的覺得有趣 前情提要嘛 就是讓沒有看這部片 你可以看一看前情提要就 立刻進入場 進入狀況 那怎麼進入狀況 我們現在哥吉拉選手他第一戰已經打贏了木頭 然後就有他打贏木頭的那個嘴炮畫面 然後那個時候接下來就有木頭的名字被畫一叉 你那個時候消滅 那他已經已經輸了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就是 他接下來哥吉拉擊敗了基多拉 然後就 旁邊基多拉 輸 我就覺得 然後完了以後轉到那個 金剛 擊敗骷髏趴手 骷髏趴手 輸 這簡直是在看那個足球賽程表 你知道好嗎 我 老實說在看那一段的時候我就已經知道整部片 他接下來要怎樣了 他沒有就是要他真的沒有跟你講什麼 他就是要讓你看一場 看一場格鬥賽 對看這個格鬥賽 然後其他的部分呢只是在介紹 這些 角色的私下生活 那就有點像我們平常在看那種拳擊比賽 在打打打打打打打旁邊以後 然後他們兩個人還在纏鬥在互相看對方的時候 賽評就旁邊講我們知道現在 那個時候現在那個太生他的家人在旁邊看 跟你講那些人演戲的部分就是這個東西而已 你知道嗎 就是這樣 對那 但是他的確還是有角色曲線 他角色曲線就是金剛傳 但金剛傳也講得很簡單 但是前面真的很可愛 他們 就像我們在看 如果大家平常有在看WWE的話 我已經很久沒看了 但是我有一陣子很常追 你知道嗎 就是他們都會有編劇去幫那些摔角協手學劇情 那人跟人在打之前呢 前面都要有一些恩怨情仇 然後這些恩怨情仇基本上呢 觀眾其實也沒有很認真看 他就是帶給你娛樂 所以常常會有這莫名其妙的故事 誰跟誰的 誰又誰搶誰的女朋友 然後誰誰誰懷孕 結果那個女學手懷孕 他肚子也沒有大起來 然後結果突然間就流產 然後接下來兩個人就恩怨情仇 然後要打一場這樣子 那個怪獸 然後歌吉他對金剛根本就是這種狀態 那 金剛一開始的他就是 前面有一段就是完全在鋪陳他 早上醒過來抓屁 抓屁股 然後 生一個懶腰 然後那個音樂也非常輕鬆 然後接下來他那個什麼 拿起那個 一棵樹 然後把裡面的葉子清掉 那個畫面基本上是從 金剛的那個什麼 骷髏島裡面的畫面來 然後那還有那顆太陽 那個太陽基本上 我還記得我那時候在講金剛骷髏島的時候 我一直在講太陽 夕陽 這個東西是金剛骷髏島裡面最幽默的部分 因為以前的音就是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注意到這件事情 以前那個在看那個什麼霹靂遊俠呀 或者是什麼 那種影集的時候 你常常會看到最後會有那個 主角開著車然後在夕陽下奔馳那種畫面 他變成一個剪影 然後背後是一個大太陽 這樣 所以通常就是 每次要英雄化他什麼蒼白騎士啊 那種那個什麼日落騎士 也是在太陽底下 然後他們那個什麼 有他們人物的剪影這樣 那金剛骷髏島呢 就是故意拿這個來玩 所以當他們去骷髏島的時候 你會看到金剛的剪影在太陽底下有沒有 但是呢那個導演很幽默 所以每次 發生各種事情的時候 他都還故意 都很故意的 又讓那個太陽畫面出來 像是 有人被那個什麼 翼龍給殺 被被叼走 然後去吃有沒有 就是他在那邊殘叫 然後你就會看到那個人在 在那個什麼 在掙扎那個剪影在夕陽底 就是在一個大太陽底下出現 那個夕陽前輩分 對夕陽前輩分 就是不敢幹什麼事情 都跑去太陽那邊給你看一下 然後一開始的英雄化 那兩次三次的時候 就整個超智障 就超好笑 他就是拿這個東西來開你玩笑 重複出現會變得很好笑 那 這其他大戰金剛 這一次一彈到金剛 我們又要看到大太陽 這樣 所以大太陽要跑出來 結果他拿那個棍子 往太陽那邊射過去 發現這個東西是假的 就是原來那個什麼 骷髏島已經 被整個造起來 你知道 被那個什麼 君主組織 然後整個 整個造起來 要保護他 然後呢 我們的那個 應該是另外 那個是另外一個基地的 骷髏島已經毀掉了 不是君主組織嗎 也不是骷髏島 那是 那是君主組織所建的另外一個基地來收容金剛 模擬了那個骷髏島的樣子 對對對 模擬骷髏島 因為骷髏島在一次風暴中已經毀掉了 然後這個時候我也覺得很幽默的一點 突然間有那個金剛溝通師 你知道 然後金剛溝通師 還是在雜誌 那個根本概念實質上是 它是取自於我們日常生活的那個 的概念 因為我們在日常生活 現實世界是有真骨的這種 跟那個什麼 心情溝通的那種 寵物溝通師 寵物溝通師 沒有 有迷霧森林18年 有沒有 就是有那種 就是研究動物 然後跟動物 一起睡一起住的那種女科學家的故事 真的有這種人 對 所以他就把 你知道想到 最近Clubhouse一直出現那種寵物溝通師 聽到裡面的時候 他想去渡場的 不過算了 不要這樣子 他們有他們的專職 好 這個是超級低的就是 算了 好 然後金剛溝通師 其實基本上就從真骨的概念來的 對不對 然後 而且那個什麼 這一部片裡面 金剛其實真的是 通靈性 你知道 但通靈性其實也不是說 什麼奇怪的事情 因為 我們之前 如果 那麼有印象的話 麥克克萊頓有一部 小說改編電影 叫做 甘果 甘果 其實就是裡面就出現了那種 會講手語的星星 的金剛 這是銀貝金星啦 銀貝金星 就是銀貝金星 然後他就 他就他裡面還有那種 他們到了深山處 然後有保護鑽石的那種 更殘忍的那種 那個什麼 會殺人的那種星星 對 然後那個 他們還進去甘果裡面冒險的那種故事 那個 其實會用手語的那個金剛這種 根本就已經 不是奇怪的概念 只是 就是 在之前的故事多半都是跟人 size 大小差不多的那種 對 但是在這邊 他就把它放大 就是變成那個什麼巨大化的金剛也可以這樣 對 然後呢 剛剛大俠已經講過美女野獸的概念 對 其實本來金剛一開始的故事最早就是他就是從美女野獸那個東西延伸 對 他只是把美女野獸的故事把它套入到怪獸裡面 然後呢 好 這個就先暫停 我覺得這部片比較有趣的是 他 剛剛你們兩個都沒有提到的就是所謂的地球空心蓋 通心說 地球空心說事實上 在1920年代 1930年代的時候是 一種非常熱門的科幻 科幻奇想概念 但是呢 大概歐美吧 歐美大概到了那個什麼1960年代以後 就是人開始能夠上太空之後 這種地球空心說基本上就變成了一種童話 他們就已經他們就不會在他們的科幻作品當中 就把這個東西拿出來當理論 因為 在我覺得在美國社會裡面他們是覺得這東西很荒謬 對 但是呢 日本這邊沒有這樣想 所以那個什麼 這也是為什麼歐美 的那個什麼電影呢 每次在看哥吉拉的時候 他們都不把它當成入流的東西來看 因為日本的科幻事實上是奇想更多一點 然後理論少一點 美國的那個總是喜歡加一點哲學概念啊 或者是那種 他們理論基礎要比較多啊 什麼的 他們的邏輯要比較重 可是日本那邊的奇想會比較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日本的科幻會有銀河鐵道999這種東西 就不會 他才不幹 他才不在乎人有沒有可能在頂頭鐵道 底下的那個物理性或是什麼 他想的是那種浪漫 你知道 所以 所以日本的科幻常常會有非常多的奇想 所以會有改造生化人啊 會有弟弟人啊 會有外星人出現什麼之類 所以之前 還有這種粉專貼那種截圖 你說說日本的科幻片 現在看起來都很ㄎ 為什麼 因為他們奇想比較多 所以那那個什麼 地心 地心世界這種 在以前 在之前的歌吉他 系列作品就已經出現過 但是呢 我其實一直都覺得 這一次我會很喜歡這個東西的原因是 我們以前在看這些奇想的時候 我們還是孩子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不會去覺得說 他的邏輯上面有什麼問題的 我們看到只是他給我講了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但是呢 隨著年齡增長 我們會覺得那個東西看起來太假 那 歌吉他對金剛這部片呢 就是 給了我們終於給了我們一個機會 讓我們能夠看到說 那個故事其實還是這個樣子 還是這個 但是呢 他選擇使用了好萊塢的那種物理的那種 特效 來取代掉 我們之前老是覺得那些美中不足的部分 希望有一天能夠看到CGI 然後看著很像真實的東西 然後去看著那個什麼 幾乎是以假論真的那種特效 然後 演出這麼ㄎㄧㄤ的故事劇情 為什麼 因為以前是很難發生的 以前 因為電影是很大的東西嘛 所以每次那個什麼 大家都很喜歡塞各種東西進去 所以你就會聽到所謂的人類的痛苦啊 然後世界的毀滅啊 然後哲學的議題啊 所以你想要在一部大概 一兩億美金的電影裡面 然後看到這麼ㄎㄧㄤ的故事 很不容易 所以我才會覺得說這部片是非常不得了的一個 一個東西 你知道嗎 然後呢 我還得再講一點 老實說啊 幾年前的那個 環太平洋2啊 他的那個 他的功能事實上跟這部歌吉他對金剛是差不多 老實說 所以我其實一直以來也沒有非常的 不喜歡 環太平洋2 雖然我覺得環太平洋2有一個大麻煩 是他的前面的人物塞的太多 但是我還是很喜歡他們後面打架 他們後面只要一打架 我就全部忘記前面的不好 但是他前面的 的部分事實上是 為了要把很多故事給濃縮進去 然後非常的快散 但是我知道我想要看打架 所以後面打架一出來我就 我就不是很在乎 但是呢 在那個時間點 環太平洋2 沒有那麼大的好評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大家有太多的選擇 你知道 當時 我們每個禮拜都有大片可以看 那 在現在這個時間點 歌吉他對金剛 我們已經一年多沒有這種東西可以看 所以呢 在這個時間 簡直是酒和風乾淋 你知道 你現在才知道 電影我們有多麼需要這樣子的東西 你知道嗎 那 有的時候純粹的快樂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 你每天在看 你 你如果每天都在看爆米花電影 看久了以後 當然 你會希望能夠再看一點有深度的東西 但是呢 像現在的情況 我覺得其實就是 電影院裡面的有深度的東西跟劇情片 事實上已經盤踞了我們 台灣的戲院環境大概整整一年多了 我們幾乎沒有 我們已經很久沒有看到這麼簡單 然後就是直接給你生猛暴力的東西 所以為什麼這個東西這部片 調整成這樣子 然後在一開始的賽程表出來的時候 我會 我會很高興為什麼 他 他不跟你 廢話 他就直接 跟你講說我要 我就是要做這個東西 然後所有 所以裡面的人 講話簡單 我全部接受 因為他早就已經告訴我 他已經定調放針 所以我照著這個路看 我覺得是OK的 因為 麻煩的點是在於如果你 你不要 你不要假裝你要講 然後結果你 沒有弄 或者是你假裝你 要給人家看血流成河 結果裡面講了非常多的那種 那個什麼 哲學啊什麼 就你這時候就會覺得 你廣告不死啊 像這 像這部片在一開始 就什麼都 簡單到爆炸 沒關係 我就知道你簡單到爆炸 我就等了後面來看的人 全部都知道 因為你票 你的那個片名就是這個樣子 哥吉亞對金剛 也就是說最後就要 你海報都這樣子 我就是要看到最後面那樣 前面的東西都只是為了讓後面 打起來的那個東西的配菜而已啊 對啊 但是呢 他還是有缺他的曲線的 所以看金剛他的成長過程 金剛他進入那個什麼 地心世界裡面其實 算是很漂亮的畫面 他進到那個世界然後我們看到地心的反過來 其實他還有一種那種 你知道 克里斯多福諾蘭他們拍那個什麼 內部叫什麼 星際效應裡面他們不到另外一個世界嗎 另外一個星球 然後那個星球就會出現一種 你覺得根本不可思議的畫面 就是天空有山 地面也有山 你知道嗎 事實上在 內部在星際效應裡面那個畫面他沒有解釋為什麼這樣 他只是讓你看到一個很奇幻的畫面而已 但是呢 在哥吉他對金剛裡面他實實在在告訴你為什麼 因為 就是地心世界所以那個什麼 天 天上有地地板 地上也有地板 所以他在跑的時候呢 那個什麼 你看到中間有那個什麼 有一段地方是不是引力是 是零引力是沒有地心引力的有沒有 所以中間飄了很多石頭 那段超迷幻的 那種感覺其實很 很那個什麼 很奇幻 然後看到金剛飄上去然後再轉回來的時候 哇 這種畫面以前我們也不是沒看過啊 但是他可能只在日本的動畫裡面會看得到 然後或者是在很拙劣的B級片裡面 你會看得到 但是你可以在這 這麼高畫 就是 這個特效做到這麼漂亮的狀態下看到這個東西 好 好難 你知道 很不容易看得到 對啊 所以在看的時候我覺得哇 好美好漂亮 然後這個時間點呢 我就不就不會去糾結於 他從南極州跳進去 然後要怎麼樣一路跑到香港 地板 那個什麼地心再怎麼小也沒小到這個程度嗎 對但是 你 你在那個時間裡你根本就不在乎這個邏輯了 然後後面他就看到他還繼續介紹說 哇原來那個什麼 這個地方是金剛真正的家鄉有沒有 然後 他還有一個神殿 然後還有一把斧頭 然後到金剛拿起斧頭的時候 哇我真的覺得這部片呢 老實說你如果你要那個什麼一般的劇情電影來講的話 他一定破綻多 他一定草點特多 對因為他 因為如果你要講那個什麼金剛的演技 金剛的演技其實是非常的樣板 你知道 就是 很像以前那種那種紅衛兵的那個 他一定要把一個POSE出來 你知道 就是 他金剛拿起的那個什麼 斧頭 然後接下來拿起斧頭 把斧頭舉起來說 哇 一個非常象徵性的畫面 你知道 那個叫什麼你知道 欸 金剛你來的這個地方啊 那個什麼 拉起斧頭來笑一個 我們拍張照片吧 大概是這種感覺 對但是呢 他擺這個POSE的時候 就是非常中的 所以你就喔 好帥喔 對然後他接下來弄完以後 還要坐下來 網路國王般坐下來 然後 那個什麼 做得很帥這樣 那一瞬間我覺得 哇金剛 因為這一次的金剛 年紀還有點大 你知道 還有留鬍子 你就覺得哇 這好像是那種 矮人的國王什麼之類的 你知道 有點像以前的看魔界那個 進到摩瑞瓦礦坑 然後有一個那個王座 然後會有一個 矮人的王拿著斧頭 坐在那邊的感覺 你知道嗎 就哇 對那一瞬間 那個那些畫面很圖騰式 然後你覺得哇 好帥好帥 對然後你在覺得很帥的過程 你根本就已經不在乎 這東西邏輯問題 他只是要他就是展示而已 而且呢 這也非常WWE 因為WWE 每次在擂台上面噴水啊 進場的時候噴水 然後或者是旁邊放煙火 然後他擺出姿勢來 什麼之類的 大概就是這種概念啊 好 接下來就講到米利巴比布朗 那個部分 你們覺得他那個什麼 米利巴比布朗 與黑人的對話很ㄎㄧㄤ 為什麼要這麼ㄎㄧㄤ 因為那個故事 如果以邏輯來講 非常沒邏輯啊 就是我其實知道說 他為什麼要這麼快速的講完這件事情 因為呢 有瘋狂科學家 在秘密組織做出機械哥吉他這件事情 在美國人的邏輯裡面非常糊爛 你知道嗎 那 你要怎麼樣解釋這件事情合理 合情合理 我跟你講 有一個 中二病的女孩子 然後與一個陰謀論的黑人 快速講一講 交換價值觀 然後立刻就 就去找 結果沒想到這些人是對的 你知道嗎 這就是這部片的邏輯吧 所以他們一開始在交換他們的價值觀的時候 是不是很快速的就解決了這個 他們兩個人的共識問題 就這個黑人說 來 你喝不喝 生水 你知道 然後 就說 我絕對不喝生水 對 那個什麼 為什麼 因為他們是實實在在陰謀論著 他們覺得一切 都有政府控制 然後 可是如果我跟你講 然後你在這一段線跟我講 你跟我講不通的話 我就跟你就不是同志 你知道 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樣都不喝生水 然後我們兩個人就 代表我們兩個都懷疑政府 在後面操控一切 那好 那我們的邏輯是一起的 那個時候 我們現在去要去破除 那個背後招控者 那個要在這種狀態下 我們有共識 我們有信仰 才可以去破解這件事情 你知道嗎 這件事情他們兩個人的共識 在一瞬間立刻解決 我其實是覺得他們是 他走的套路是有點像是之前的那種 賣個背 或者是那個 喬斯溫登 在做那個復仇者聯盟 就幾句 幾句很荒謬的話 然後 迅速的 底定 我們接下來要幹什麼 然後接下來就趕快去幹什麼 事實上我其實覺得他們寫的蠻屌的 很好笑 然後我們 這件荒謬的事情 然後那個什麼 我們笑一笑 然後我們接受 這樣子 就就就往前走 對 我們以前看復仇聯盟也一樣 就是 天上有神啊 對 你讓你讓不知道啊 然後就去了 這樣 就接下來 有這個世界有神 這個邏輯就 在這部電影就定 為什麼呢 因為以前在寫劇本的時候 你知道以前的劇本書常常在講什麼你知道嗎 超自然 就是違反自然的超能力這件事情 不能夠重複在劇本裡面出現 這是過去的 電影劇本裡面 一直不斷在提醒那個時候 提醒學生的那個大忌 為什麼 因為他們的說法是 如果你在劇本裡面寫了太多 不合常理的事情 的話 觀眾就會開始慢慢的不相信這個故事是真的 所以如果你要演鬼的話 你就不能同時出現外星人 嗯 對吧 我覺得 陳佑你應該有大概知道 你要大概看到他們 這個 我讓英雄救貓咪 那本書也有講 對啊 就是你對雙重魔幻就是 你不能夠你在 瞎掰一個故事的時候 你不可以讓 這件事情 脫離現實太多 所以如果你要講一個脫離現實 很多的事情的時候 你頂多只能講一個 他不能重複出現 要不然觀眾會開始 發現自己其實被騙 覺得你是在畫火藍 對 但是呢 打從漫威開始 這些東西就 一直不斷的在違反 那他如果他如何要一直不斷違反 然後又要面對編劇 又要面對自己的不安 他們講一個笑話 把他光在過去 對吧 所以為什麼 復仇者聯盟的那個 第一集裡面 他那個什麼 雷神索爾跟洛基在那邊講話的時候 旁邊鋼鐵人要在旁邊吐他們吵 他其實是代替觀眾把所有的那個什麼 吵點講出來 然後觀眾會覺得 反正你官方都直接吐槽 我就算了吧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Iron Man 那個時候 史塔克就是在叫你們 這一段是怎樣 你們兩個人是不是在公園裡面演莎斯比亞劇嗎 我還記得他們在講這個嗎 對不對 對啊 那他其實把所有觀眾裡面想要講的吐槽 要講出來 在現在的社會裡面 然後 兩個男人 一個壯漢 然後一個瘦子 然後兩個人講的話就在那麼文藝這樣子 然後他們穿著龜甲 這聽起來看起來好荒謬 所以 由史塔克出來 你們兩個看起來好荒謬 你知道嗎 官方吐槽 你知道嗎 這一部也是啊 因為那個什麼 有人在背地裡 有大企業在背後 背地裡面掌控一切 然後那個 這聽起來就很糊爛 對 所以有兩個偏執狂 去查這件事結果是真的 你知道嗎 這個其實就是 我其實覺得這是編劇面對自己心虛的時候快速解決的一個方式 然後旁邊的小男生就在旁邊吐槽說 呃呃 女人真可怕 有沒有 把這個東西趕快弄掉 你知道嗎 但是他基本上的邏輯 我剛剛已經提到過 他就是WWE 金剛這邊有他的親友團 然後哥吉拉那邊有他的親友團 然後哥吉拉的親友團 在上一集已經告訴你了 那個米利巴比夫王為什麼那麼挺哥吉拉 因為他上一次就有他嗎 他有講 那你爸爸你為什麼不再相信他 你要挺哥吉拉 有沒有他真的打電話就是講這個 對不對 然後爸爸就說 你神經病喔 爸爸的回應就是這樣子 你饒了我吧 拜託 因為這個怪物本身這個時候 我怎麼會知道他有沒有轉念 他是動物啊 他不是在罵他嗎 對不對 那個就是正 那就是一般人的那個價值觀 但是這部電影的劇本 他不能走這個價值觀 所以讓這個女生偏執狂 去找另外一個偏執狂 兩個人去證明這件事是真實的 那原來那個時候本來 按照原來的那個價值觀 那個人怎麼辦 他就沒戲了 為什麼 這裡不是你的場子 那你就不要講話 你不相信你就不要看 你知道他這個概念就是這樣子 你知道 那女方親友團 那個時候就是哥吉拉親友團 他到了香港那邊有沒有 然後到了 然後這邊金剛親友團 然後中間還 講了一個理由 這兩個人要怎麼對打 為什麼能夠對打 你知道嗎 裡面就是讓那個什麼 那個那個神秘企業的人 過來講說 我們要讓金剛去那個什麼 發展我們的那個能力能源 你知道嗎 所以要讓金剛帶著他能源 帶著他們去找那個能源 當找到能源的時候 也非常快 那個 他們能源不是不是去開採能源 他們是 只是想要找配方而已 你知道嗎 他們到那個能源 他們只是copy了那個能源的特性 然後另外一邊就可以複製出來 哇這個是神科技 你知道嗎 很快 完全不解釋 你知道嗎 對為什麼 解釋那麼多幹什麼 反正我要看 我要看到血流程和 那些都不重要啊 你知道嗎 他們邏輯就這樣子 他一開始就這樣子 我幹嘛要 對你這時候才去想一些 有了沒有了 我真的講 那個時候你太無聊 你走開 你知道嗎 就是這種概念啊 喔 喔 所以這部片終於繞到最後要開打 你知道嗎 開打才是這部片最最大的體股位 那概念是什麼 這我們小時候在看的時候 我們總是覺得美中不足 你知道嗎 那為什麼上一次 我為什麼可以是講這部片會這麼興奮 甚至比上次怪獸之王還興奮 你知道嗎 因為上次打架是沒有肉搏 上次打架是沒有全全倒肉這種東西 上一次基本上是能量的 那個什麼 意志力的對決跟我們擺招 然後看起來很帥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在看上次的畫面的時候 我們看到是基多拉在黑暗當中 出現像神一般的那個畫面 那個剪影閃電灑出來 哇 那一瞬間哇 你知道嗎 超帥耶 我跟你講你講不出來他們怎麼打 對 為什麼 因為基多拉的樣子很難打架啊 他沒有手耶 對不對 他是三個頭耶 這要怎麼打 你知道嗎 所以 我跟你講他們很清楚那個東西不知道該怎麼打 所以呢 他們找了三個演員來 然後那個他們一直在強調那個三個頭的特性 但是這三個頭要怎麼打 只能咬而已 沒什麼好看 所以 他們那段打架事實上是沒有辦法好好的 好好的看到全全倒肉這種東西 所以 上一期我們看到最全全倒肉的畫面是什麼 拉頓在空中翻身 那一頓也是 哇 對不對 但是上一次的導演厲害的點就是他 他是會壓到那一瞬間然後轉 轉的時候你那一次哇 就整個滿版畫面這樣子 爽到 那一次的爽感在這邊 對 但是 這一次呢 我們有金剛啦 我們金剛那個什麼 肉搏高手 你知道嗎 對 雖然他沒有辦法噴 沒辦法噴鬼派機攻什麼 沒辦法噴能量 但沒關係他有手 而且他有斧頭 你知道嗎 所以這時候你看到他跟金剛在互打的時候就好爽 你知道嗎 他的第一場戰鬥 他的第一場戰鬥是在船上打的 船上打基本上金剛缺乏劣勢啊 這很劣勢 因為他不會游泳 對 但是呢 那一段打鬥你知道金剛 那又是一個完全無視於物理法則 在船上跳來跳去 裡面那個船基本上那個什麼 馬上就成了 verschiedene 很行 同時呢 這部片你要跟我提 人類的痛苦 跟人都不知道 多少 好 他們 所以不要去不要糾結那個那個不重要你要糾結這個這部片這拍不成 然後呢 他在跳 我跟你講跳來跳去那一段呢 很明顯這是從福音戰士來的 因為我覺得那個時候 馬達恩應該也可以佐證 以前的怪獸打架是不可能這麼靈活的啦 以前的動作都很緩慢 他要呈現他的巨大化 所以他動作都慢慢的啦 這怎麼可能在船上跳來跳去 唯一在船上跳來跳去的那個經驗值 真的就只有 日本動畫拍的到 那一段的確有很明顯福音戰士在那個船上對決的畫面 對啊 因為我看了以前的那種機器人動畫 也許我看的不夠多 但是呢老實說唯一的一場海戰戰鬥 就是出號就是福音戰士 二號機在船上 德國 送到那個日本這邊 然後明日香 搭上二號機以後然後那個什麼跟水面的怪物決戰的時候然後他在船上跳來跳去 那一段跳來跳去的那個時候他的那個參考點絕對是安野秀明那一部 應該是別無分號了因為那個動作太獨特 你知道嗎 光是從那個跳來跳去的畫面就很清楚知道說這個編導這個製作群 不但是吸的昭和 所以這部電影基本上是日本文化的大勝利 我看的時候特別開心的感覺是 這一次歐美 電影製作者風雨放下他的傲慢然後 那個什麼誠心誠意的做一部日本精神片 因為我要來分享一件事情 我們之前啊 我們在 工作的環境期間我們需要討論到好萊塢的製作環境 這件事情 好萊塢在改編東西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 然後呢 我聽到一個讓我那個印象很深刻的評論 好萊塢的那個 編劇們 其實非常傲慢 他們其實關在象牙塔裡面覺得自己才是最厲害的 所以對於任何的外來文化未來的次文化他們都會把他抹殺然後改成自己要的樣子 別的不提 就像因素小 因素小子你還記得他剛剛出來的時候是不是他的原來的樣子全都不見了被抹成了一個莫名其妙的那個 一隻奇怪的刺蝟 為什麼 因為他我還記得我們那時候同事他講他的他的他的分析你知道嗎 這個邏輯很明顯是好萊塢 他們可能會思考說這隻刺蝟他在正常環境一樣他長成什麼樣子 他才會比較好 才會比較 才能夠跑這麼快 對所以他的毛會長怎樣 但是呢 這不是我們那些我們從小看著 因素小子到大的人能夠接受的事情因為你真的把他變成他不是因素小 對那 哥吉拉到美國也一樣 人家他的內心深處 自己是最大的他根本看不起任何的外來文化 所以他一定要把他改成屬於自己想要的樣子 然後通常這樣子就會把原來的精神整個嚴重破壞掉 為什麼因為他看不起他他不能理解他他邏輯上覺得這東西有問題 所以他就改了他 當他改了他的時候那個原來精神全部消失掉 所以剛剛現在劉野板要講酷斯拉七龍珠 哪一個不是到了好萊塢以後就變完全變成另外一種莫名其妙他一定會套一些家庭劇的東西在裡頭有沒有還套愛情在裡頭有沒有 那不是他本來的東西啊我們甚至你看我們無間道到了美國是不是也變成另外一種樣子 變成美國的故事他只是他只是那個故事精神好像跟那個流程好像 跟我們的無間本來無間道有一點像這樣子 但是他本質上變得愛爾蘭黑幫 對他那個輪迴的東西不見了嘛對不對 對 對啊 那甚至連我們覺得那個什麼情感的張力部分他也整個完全不一樣 對啊 所以這就是好萊塢的傲慢 所以 每次當他們要改東西過去的時候把日本的東西直接改成 美國的東西的時候都非常 都有很嚴重的隱憂 為什麼因為我們不知道之前編劇是不是傲慢 魂又發作了又把他又把他整個改掉因為他們是持有權力的那群人 他們會覺得說觀眾看不懂沒有是你看不懂不是觀眾看不懂 問題是出在這裡 那 我覺得 這個系列 我覺得這個系列的 演變 你可以感覺到他一開始 還是 還是很還是很擔心的 對但是他基本上還是在是在找那個平衡點他想說哇 日本 日本的那個一開始是一部 災難片所以我們要找找一個那個 導演能夠把他拍的很像災難片 但是你可以感覺到他心態在轉變他已經不再像是酷斯拉那個年代一樣 覺得自己最了 你們所有東西過來我都要改成我的這樣才行 他終於他他有他有 有點他算是有點虛 虛心的 想要把那個IP的精神把他挪過來為什麼呢 因為漫威的關係 你看喔蝙蝠俠是不是也曾經 漫畫漫畫名曾經一度非常憤怒過 至少在極東的那個年代 為什麼 因為這不是我要的蝙蝠俠 你把他變得很莫名其妙 雖然他可能是某個時代的蝙蝠俠 但是呢 他已經被那個什麼 被那個什麼電電影創作者 改造成他自己想要的樣子而不是本來漫畫裡面那種精神的樣子 當諾蘭的時候當諾蘭在改變的時候事實上諾蘭基本上還是把他改變他自己要的樣子 但是呢 他非常懂得取悅美慢的 觀眾群 所以他不只一次的在訪談裡面說他非常尊敬 美國那個蝙蝠俠的援助 這是態度問題 但是呢我可以 我可以看得出來諾蘭其實不是漫畫 但是到了漫威呢漫威就是因為是漫畫本身的那個創作者的 直接移過來所以沒有人比他們更了解那個漫畫本身的精神 所以到那個時間開始IP這件事情終於變得很重要了 再也不是好萊塢最大所有東西過來我都把他改成我的樣子照樣會買 而是 我們一定要那個什麼了解那個什麼他本身的那個精神然後按照我們的那個 這個精神本身去做 然後 才 那個時候才有辦法做出 本來的粉絲會喜歡的那個東西 但是呢 到了查克史奈德這個就 有點交往過正的狀態 就是他 就是拍給真的是純拍給美漫迷看但是那個美漫迷的群眾就是可能不足以支撐 這麼貴的片 所以才會 那才會跟 查克史奈德有這麼嚴重的衝突 然後 在這一群這種那個思潮的影響下 怪獸 哥吉拉怪獸宇宙就是這樣出來但是呢他的確也是有危險的因為在怪獸之王他的票嗎真的非常 之前跟習慣節聊習慣節也提到說怪獸片 他不是不會賣但是他就是 他就是沒辦法大眾 那好這也是我為什麼現在這麼的推這種電影的原因為什麼因為我雖然不是 非常死忠向的怪獸 我不是 其實如果你要問我的話我還是比較喜歡巨大機器人 我是鋼彈粉 我喜歡的是那個什麼機械的東西而不是 而不是生物的東西 但是呢我還是想要看血流成河 我的內心深處還是想要看到兩隻兩隻那個什麼兩個巨大東西在那邊互撞到破壞東西 所以當第二場戰鬥在香港裡面打的時候我看到 拿那個什麼 哥吉拉拿著那個對方的頭然後去磨牆壁的時候 好爽 好嗨好爽就是為什麼 那是我們平常在打鬥的時候常常在想說 在打電動或者是看打架的時候或者是我們甚至我們自己小時候跟人家打架的時候腦袋裡面都希望做的事情 你知道嗎 然後或者是看到那個什麼哥吉拉在噴光線的時候我們腦袋都想說為什麼不把他頭轉開 以前我們在看以前那種招合時代啊平常時代的那種 打鬥的時候他們都是 沒有人攔住他們然後就在那邊噴嘛 對我們那時候都會想說他為什麼跑過去把頭轉開之類這一次終於有做這件事情了你知道嗎 所以你看到哥吉拉把他那個什麼 看到金剛把哥吉拉頭那個手夾在那個腋下然後在那邊轉來轉去的時候那光線在那邊亂甩 這個場面突然就變得非常顯得 多好看 拍這樣就對了這就是我們要看的東西啊這有很難嗎 男是男是男是男在什麼東西你知道男是男在創作者 他們要 放下他們內心深處 想要說教的那個意圖 然後呢專心的做一個只是為了取悅我們 這些心靈深處住的小男孩的觀眾 因為那個畫面沒有什麼真正的別的意義那個畫面就是 就是一個破壞的快感 然後我只是想要看這個請你不要在裡面再放暗喻什麼的 沒有 我現在這個時間不想跟你討論這個東西 我有我想要討論這個東西的時間點但是我來看這個時候我 我就不是想要看那個所以請你這個時候不要 不要再把我的那個什麼注意力拉去別的地方因為我也會看 複雜東西啊我們在看正義聯盟的時候怎麼我就可以啊 我就沒有想要看簡單的東西但是我在看這個東西的時候你簡單我就非常開心為什麼 那正是我要的東西 對啊 然後而且我覺得在這個時間點其實 這部片的價值特別重要啊 為什麼 這部電影 如果在串流看我絕對 會覺得 為什麼我在串流看才看到這種東西 我其實被邀請去看IMAX的時候呢 我其實內心是覺得說我來對地方 好 這種電影就是要在大螢幕看他才有價值就是要聲光效果在那邊就還有人跟我講說他覺得看這部片太吵 這既然不是就被轟炸的嗎 對不對 第十層藥 第十層藥 沒有 我其實覺得這個東西到最後其實他要的東西就是我們 這部片如果他能夠喚醒你的童心跟你那個原始的快感 然後我不是就講過嗎台灣人就喜歡看打架嗎 那為什麼 我覺得全世界人應該在內心深處都有一部分是喜歡看打架的 因为这种打架的叙事是简单的 我可以快速理解 像之前不是讲说这部片的 对话恐怕还不到50页 因为有太多东西是完全靠肢体语言 跟眼神传递 然后就当事情完成 就讲完 而且讯息又好简单 哥吉拉是 是伙伴不是敌人 下面写一行字 点点头 打吧 好啦但是你要讲这部片有没有 有没有一些角色曲线有啊 金刚他是他前面都一直在讲说金刚是在找找寻同伴吗 因为他到最后跟这个小女孩相依为命所以他们 一直都希望能够找到他的同类所以当他到南极下地心他不想要下地心的时候 小小女孩还要跟他讲说 下面可能有你的同伴所以他就下去可以就知道金刚是多么想要找他的伙伴 那他下去有没有找到伙伴没有 因为他早就就是他的他的那群同类找同伴早就死光 那你要这么寂寞的活在世界上吗没有你是有同伴的你的同伴就是格吉拉 他大概是这个世界里面最接近你的同伴的一个存在了 对所以呢你是要跟他打你你是要跟他打到自死防修呢 还是你要跟他合作 干掉那个 那个金属格吉拉 对不对机械格吉拉 这部片的逻辑就是这样子对你们两个人相杀 但是事实上你们两个人就是太相像了所以你们一定要相爱 然后呢你们要如何相爱 当出现一个共同敌人你们就可以相爱了 一起干他 对所以他们两个人互相做合体记的时候都觉得好爽你知道好嗨你知道 因为那是在以前 昭和时代的那个时候 他们就是他们是 真的还会做手势然后互相做那种那个打架那个早会 会会一起把那个早把敌人推推去撞那个建筑物 对那在这一部片里面他把这些东西重现出来的时候然后还在 他没有做到那么夸张 但是呢 已经已经那个啥就是还加了一点物理合理性之类 但是整场基本上不脱离那个东西 对尤其是最后最后我真的觉得那个啥因为 打从上一次怪兽之王说已经把怪兽拟人画了 所以这一次在看这些拟人画的画面的时候我都已经习惯了但是 你会觉得就是很可爱 很可爱因为那个哥吉他因为金刚的部分基本上 我刚刚提到金刚有威塔在参与后子 威塔在全世界是全世界最会做 那种猩猩表情的人 的公司 打从金刚开始就是那个比特杰克城之金刚 然后那个咕噜 三部曲的那个魔戒三部曲的咕噜 就是飞就是那种飞人生物啊 他们特别容易让他们就是特别擅长让他们表演 然后他后来的你看到那个 星球崛起三部曲 也是也是为他爱弄 一直都是同一个演员在弄那个谁啊 那个那个演员咕噜的那个演员安迪赛奇斯 这一次我不知道安迪赛奇斯有没有参与但是你可以知道说 让金刚那个什么 演 演面做出 难过啊伤心啊寂寞啊愤怒啊开心啊 这些其实对他们来说是已经是技术成熟的东西 但是哥吉他的部分呢 我老实说我觉得哥吉他部分还真的是 很昭和 以前周和时代哥吉他其实蛮可爱的因为他有大大的眼睛 因为我发现那个哥吉他在里面好笑 有啊 有两个表情都是 一是微笑 敢打我 感觉 就是那个时候而且哥吉他事实上是非常讲武德的 你知道吗 哥吉他其实是没有 跟你讲哥吉他其实都不想杀人 他也不要讲说杀人啊他是他不想要杀掉他的对手 杀人对他也说不是什么问题因为那个早 那只是一些蚂蚁而已 什么战斗机飞行员那个那个什么那个只是 虫子而已 但是人家是看得起金刚的 他不是要杀金刚 你知道金刚只要对他认输他就算了 第一场戏就这样子吗 对你可以事实上你可以从你不了解金刚的心理状态跟 哥吉他的心理状态吗 告诉你其实他们他们的 他们的那个表情其实都做出来了 一开始金刚 他就打不赢 所以那个人类呢就是还 帮了金刚一把就是把所有的那个放弃抵抗 把船的那个电影全部关掉 然后那个飞弹全部都关掉金刚那个哥吉他知道 你飞弹射空系统关掉我就知道你 是没有敌意的 金刚超厉害的第六感0 然后就看到看着金刚躺在那边喘气 哥吉他 转身就走了 老子 不打不那个绝对不打不抵抗的人 哥吉他超奖武德 然后第二场戏的打了一场以后金刚又躺地上 你知道 哥吉他这时候是踩住他的胸口 他没有讲话吗 但他意思是什么 你认不认输啊 我要数秒数123 你知道他踩住他的胸口吗 你知道如果你有看那个游戏里面的 那个什么 你有一个游戏叫怪兽之王 你知道吗 他基本上就是 他就是玩摔角的 他玩摔角就是踩 就是那个哥吉他就打 击败的踩在人家身上 然后 1 2 3 你知道踩3秒然后就 就解决了问题 接下来就赢了 你知道吗 那一场戏真的就是这样 他踩住他的胸口 你认不认输 然后金刚还在那边 我最后就是无力抵抗吗 金刚赢了 哥吉他就赢了吗 对不对 然后人家那个 那个接下来金刚还把就来要电击 电击把救回来 那最后呢 他们两个人解决完那个种 敌人的时候我和体技 解决王敌人以后呢 接下来 哥吉他大吼一声然后金刚就警觉起来 你还要再打吗 金刚看了那个 哥吉他看来看他 转身 慢慢走回海里 哇英雄背影 好帅 可是那段超卡通 又觉得好好笑 你知道吗 然后是那个导演 你知道那个完全是 你人画镜头 你知道吗 如果是2014年版本的哥吉他基本上是 导演应该会用远景 从人的那个镜头去看 两只庞然大物在那边对话 没有但是在这个这个在这个版本里面 导演基本上是把两只怪兽当人拍 所以你可以看到 哥吉他的特写 然后还有还有一个镜头是 他的那个哥吉他头在前面 他的画面的右边 然后呢 金刚的头就在后就在他的左边 然后就很很 很常有的那种我们 相土剧的那种讲的那种那个什么人跟人对话 然后 他就不看对方他就转身这样子 中恶人 然后就是就是那种很武侠片的那种 那种那个 对位方法 没讲话 慢慢走回去 老子敬你这条汉子我们下次再见 然后就下来 老子啦老子 那个什么老我老哥吉他那个时候下次再见 你知道 你知道吗 我那时候看完都是一直笑 哇他只差没有比个赞 你知道吗 他应该比个赞 然后那时候跟我看完了几个朋友说 不够 他们两个人应该握手啊什么之类 或者要做出那个什么 嘻哈动作 你知道吗 两个人在那边 两只在那边那个弄弄弄 你知道吗 对 促雄是金刚先把斧头丢下 表示不惨再战 对 哥老看了又转身离去 哇 干武侠片 你知道吗 好好看 跟你讲这部片基本上是 他是一部很逼的电影 又逼又轎然后呢 这么逼这么轎的故事剧情然后用这么多的钱来做 哇干这个此生难逢机会一定要看这种东西 为什么因为以前你只要砸出钱的东西 他们就很喜欢在里面堆积一堆有的没有的要逼你思考人生 对不对 没有 那个时候难得看花这么多钱看一副不需要思考人生只是纯看爽的片 哇太好了 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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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对啊 真的以为他们要握手真的那个 那个就是 我跟你讲那个就是他们拍片的时候那个气场 有的是不用做这种事情 然后你都会有一种他们两个要干什么的那种感觉 有做到这一部 这部片那个什么他的调度已经是成功的 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真的想要做到很 没有没有真的要做到很严肃啊 所以不需要再有更多你他只要让你有一种这种 这种临场感就OK 大侠是不握手大侠都靠眼神 一个万岁老人跟一个刚成年的青年中二啊 对我两心心相惜 没有这时候可是这时候陈佑出来就干得要死啊怎么办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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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OK 好啦 2点37分 我们今天还要聊安野秀明吗 还是下个礼拜再来讲这件事情 下礼拜啦 这一半我完没看完 那部完没看完 好啊那个什么 找时间去看一下那纪录片 我真的觉得 我这一半看完这一半看完 我推荐有创作历程的人都应该看这部片 对他完完全全告诉你一个人 在找他的灵感然后找不到的痛苦 你知道吗 一个半小时都在讲这件事情 对 好吧 没时间了吧 再讲下去会天亮 对因为我明天还要 回中城 明天要两场活动啊 对啊回中城明天还要邀我去看戏 对 武汉局 哇还没完喔 台中喔 你要去台中看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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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啊 在戏局中间那边 对啊 好啦好啦 时间不早了大家早点休息吧 对啊 快乐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 又是时候说拜拜 好 晚安啦各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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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姆罗 为什么你不去安心自己的尽步呢 站起来 啊 阿姆罗 不要这样啦 你如果真的想让更大出钱 如果这样你自己去塞就好了 我来 啊 你那时候我是一个没出台的人吗 啊 又给我把我塞 你一个牛鼻闷 我教我怎么 repet 这个一等一顿 什么的时候erapa 你喝得結 到了 你喝得了 吗